女儿过得越痛苦 她就越高兴 不仅把女儿嫁给仇人 还下了一个诅咒给女儿当新婚礼物 就算相隔千里 只要她不高兴了 就发动诅咒玩一玩 眼看婚礼即将举行 恶毒的母亲 还想利用艾诺克的死 当奇诺斯的骑士们恨莱蒂莎入骨 但狄特里安不一样 即使第一次见面就被泼了一身的红酒 可从头到尾 她都对仇人的女儿很温柔 然而她越温柔 莱蒂莎就越恐惧 从一出生就没被爱过的她 又怎么能轻易相信 终于在经过沙漠时 这份怀疑彻底爆发 她向个疯婆子划破了狄特里安的脸 拼了命地大喊大叫 当狄特里安靠近那一刻 她觉得自己死定了 脚下传来的刺痛 让她差点没站稳 狄特里安一边安慰她 一边为她处理着脚底的伤口 也许是透过薄布的触感太过温柔 她才没能推开 就算过了一世 那张因为担心而过于温柔的脸庞 她依然记得很清晰 如果不采取行动 三天后就会死去 这也是一切悲剧的开始 她换上神官服偷偷溜了出来 经过深思熟虑 她决定去别宫旁的废物仓库拿解夺草 因为那里的东西 大部分都成了废弃物 所以没有士兵看守 上一世当她发现这个地方时 奇诺斯已经灭亡 根据脑海中的记忆 她来到仓库 找到草丛中的钥匙 打开了仓库的门 厚重的灰尘让人止不住咳嗽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愿 莱蒂莎找到了能解毒的药槽 她潜尝了一下 药效也还在 她还想着把这些失效的圣物 一股脑子都给狄特里安拿去 修一修肯定有用 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当她准备离开时 后面架子上却冒出闪耀的光芒 差点亮下了她的眼 光芒发出的源头 竟只是一枚小小的戒指 看清是什么东西之后 莱蒂莎正住了 居然是伊利斯尔 女神为了帮助圣女亲自制作的圣物 不仅能降服魔兽 还能防止沙漠化 甚至能供人施展魔法 她的神力无穷无尽 世界存在着九名 可以使用女神神力的超脱者 拥有这枚戒指 就可以成为九大羽翼的主人 就像恶毒的母亲 利用她为所欲为 但戒指只有一枚 可现在静莫名多出来一个 看着戒指上的裂粉 莱蒂莎觉得这应该是假的 她还想着如果是真的 就可以保护狄特里安了 不过她还是把戒指收入了囊中 万一有用吗 她一心都在艾诺克身上 却没注意到口袋中 微乎其微的光芒 与此同时的艾诺克 已经离死不远了 狄特里安面露南色哭笑不得 她刚刚厚着脸皮 去找圣女拿解毒草 圣女也的确大发善心 给了她一株草药 虽然说能解百毒 可对未成年的艾诺克来说 却是致命的毒药 看着神官丑恶的嘴脸 狄特里安甚至想立刻杀了她 然后冲进去杀了圣女拿解药 要是真那样做了 她恐怕会被圣女的羽翼撕成碎片 巴内杀气得牙痒痒 她要留在帝国杀了圣女和莱蒂莎 大家劝她也没用 场面一时十分混乱 而此时莱蒂莎就站在门外 巴内杀恶毒的话 刚好被她听见 她该怎样溜进去救人呢 恶毒的亲妈 每次体罚完女儿后 都会让女儿穿上侍女服 这样回去的时候 就没人能够发现她的罪行 才几岁大的孩子 好像风一吹就会倒 突然有人叫住了她 一个大哥哥叫着她侍女小姐 尼尼呼呼中好像听到是问路的 莱蒂莎此时已经到了极限 她根本看不清那人的样子 大哥哥蹲在地上 摸了摸她的额头 随即露出了急切的神情 拉上她 就要去找医生 莱蒂莎害怕死了 去找医生的话 圣女殿下会杀了她的 话还未说完 她就晕了过去 睡梦中一直有人照顾她 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她想起晕倒之前 那个要带她找医生的大哥哥 她猛的起身 生怕自己在不该在的地方 放心吧 我没带你找医生 这个爱笑的大哥哥叫尤里欧斯 是男主迪利克安的哥哥 听着莱蒂莎叫自己王子 她尴尬的笑了笑 这个称呼她还是第一次听 毕竟这里的人 都不把她当人看 莱蒂莎的小脸上写满了歉意 外界的事情她还不懂 但还是谢谢你帮了我 而她懂事的样子 让尤里欧斯想起了某人 说这话的时候 她的眼睛里写满了思念 莱蒂莎之所以没有追问 是因为大哥哥接下来的关心 让她陷入了恐惧 是圣女把你伤成这样的吗 她当然不能说 因为妈妈会生气 可是为什么 这个才见一面的大哥哥会生气 她惊慌的想解释 没想到大哥哥居然发起了火 你昏迷的时候一直在求饶 甚至哭得说不出话 尤里克斯为她打抱不平 这么小的孩子总吓得去手 然而莱蒂莎除了害怕只有担心 要是大哥哥去找母亲理论怎么办 要是母亲生气了怎么办 说不定会杀了她 她越想越怕 所以之后一遇到这个人 她就发了疯的头 可以看到她瘸了的腿 尤里克斯就会说 等我帮弟弟登上王位 在一个瞬间开始 大哥哥的关心 让她感到温暖和心安 尤里克斯把和侍女小姐的故事 都写在信里和弟弟分享 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就这样在哥哥的信里有了牵绊 眼下艾诺克命悬一线 比里特安详到了这位侍女小姐 现在的她或许还是侍女 也或许是神宫里的神官 她并不知道她的名字 只知道有一头乌黑的金房 正当她想派人去找时 圣女的狗腿子又来了 他们要亲眼看到艾诺克吃下那株解毒草 骑士们气不打一处来 这分明就是要借殿下的手 杀死艾诺克 莱蒂莎躲在门外交集万分 眼看大门进不去 她转身向后门跑去 在神官虎脚蛮缠时 她偷偷溜进了房间 没想到母亲也有帮到她的这一天 看着艾诺克奄奄一息的样子 她连忙拿出草药捏碎 混入水中 扶起艾诺克的头让她喝了下去 要是这个时候被人发现 一定会被人误以为是下毒 庆幸的是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艾诺克的脸色逐渐恢复 她喜极而起 双手握住艾诺克的手 别担心 今后我会守护你们和奇诺斯 还有迪特里安 艾诺克迷迷糊糊睁开眼 就看到眼前这一幕 她不知道这个小姐姐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树从口袋钻出来的光 为什么顺着胳膊 变换成了黑色的手镯 别人的童年充满了欢声笑语 而她的童年 只有母亲给予的黑暗 十二岁那年 莱蒂莎遇到了温暖她的光 每次被母亲折磨后 大哥哥都会关心照顾她 只是欢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尤里欧斯要回国了 因为担心莱蒂莎 所以想带她一起走 虽然公国没什么彩力 但会有很多人珍惜你的 莱蒂莎心动了 可她不能去 圣女是不会放她走的 那一晚 莱蒂莎辗转难眠 白天尤里欧斯说的话 让她幻想去到奇诺斯的场景 幻想见到大哥哥总是炫耀的弟弟 然而重逢的那天没能到来 哥哥被圣女残忍杀害 还把她挂在城门外 最后将她烧成了灰烬 甚至用她的骨灰 威胁了公国一次又一次 迪特里安慰了百姓 放弃了哥哥的遗骸 帝国把哥哥骨灰喂野兽的那天 他一夜未归 莱蒂莎找到她的时候 他跪在哥哥的空幕前 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 想起往事 莱蒂莎后悔自己没帮上他 如今 这些人又不计重施 如果不给艾诺克吃毒草 就让尤里欧斯尸骨无存 她真想立刻冲进借贷室 狠狠地扇狗腿子两巴掌 看着迪特里安受威胁 莱蒂莎心里一横 她要去把尤里欧斯的小房子抢回来 然后还给迪特里安 她来到中央神殿 这里神官贪财的样子 还是那么让人恶心 她撩起袖口 这可是神工女官才会穿的衣服 果然不出所料 因为这身装备 看见她的人都毕恭毕敬 她谎称是来唱歌 想要进进化之房 那是尤里欧斯在的地方 男人面露难色 那里没有许可证是进不去的 莱蒂莎不慌不忙 从口袋里掏出一盒手势 男人两只眼睛都看直了 接过盒子 二话不说就在前面戴露 简陋的房间里堆满了罪人的遗物 莱蒂莎愣在原地 她的母亲究竟杀了多少人了 戴露的男人离开后 她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在一堆废物中翻转 终于刷过漆的黑色小房子 被她找到 殿下好久不见 这一事我一定送您回家 拿出从仓库顺的镜子 放在原来小房子的位置 默念咒语 就能变换出想要的幻想 连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中 没想到圣女却突然到来 难不成是因为救了艾诺克 原本的故事发生了变化吗 要她把哥哥放回去是不可能的 而这里只有一个出口 她必须在遇到母亲前 把哥哥藏起来 可她偏偏跑到一个死胡同 还没有任何躲藏的地方 她紧闭双眼 有没有人能帮帮我呀 突然闪耀的光再次亮起 手上的小房子逐渐变成了一道光 涌入莱迪莎的口白 就在这时 母亲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你怎么在这里 一头乌黑的罕见金发 一条抽象的手镯 她就知道是七年前那个小侍女 在她快被圣女逼上绝路时 就活了自己的骑士 迪特里安还是不敢相信 七年前哥哥就下的小侍女 她过得很艰难 即使被圣女殴打虐待 但她依然坚强 素未谋面的女孩 给了迪特里安莫大的安慰 她刚才想找小侍女帮自己 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没想到真的有人偷偷帮了她 而艾诺克活了过来 圣女势必会找出那个人 就像处死哥哥那样杀掉那个女孩 这样想着 迪特里安一克也等不了 她要去见圣女 到达神宫之后 圣女却去了中央神殿 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与此同时神殿内 莱迪莎被母亲撞见 母亲手上的伊丽丝尔 好端端地戴在手上 她正以后为何会出现两个圣女圣物 母亲的巴掌就扇了上来 你个寄生虫一样的家伙 居然敢违抗我的命令跑出来 母亲一边咒骂 一边不停地扇上去 莱迪莎亮呛地摔倒在地 手腕上的伊丽丝尔出现在眼前 她连忙拉上袖口 挨打没关系 但这个绝对不能被发现 她还要守护迪里特安 幸好母亲满脑子都是那个活下来的骑士 她气急败坏 那些人是怎么拿到解药的 连下毒这种小事都做不好 她大吼大叫 立马把负责人给我带过来 看着母亲咬牙切齿的样子 莱迪莎表面很害怕 心里却很庆幸 反正对母亲而言 她连一条虫子都不如 而她救火爱诺克 果真改变了本该发生的事 这时骑士来说有人要见圣母 老巫婆更气了 她谁都不想见 到处都是惹人烦的家伙 既然如此 快点把我的鞭子拿来 只有教训教训女儿出出气了 顺便把治疗的神官叫来 婚礼前留下伤疤可不好 她一把揪起女儿的头发 嘴里竟是恶毒的话语 听到脚步声 她不懈地转头 怎样 鞭子拿来了吗 然而眼前的人却让她震惊 竟是狄特里爱 她一眼就认出了躺在地上的人 天蓝色的披风 藤蔓撞的花纹 罕见的金发 还有那条黑不溜秋的手镯 和艾诺克描述的一模一样 虽然看不清脸 但她确认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自从哥哥为了守护她而牺牲 她每天都活在自责中 很想质问哥哥 为什么不让她去死 造成这些悲剧的人 此刻不仅就在眼前 还肆意践踏守护她的人 可她什么都做不了 而她那对漆黑的毛子 让圣女感受到窒息的恐惧 当她杀掉尤里克斯后 那条龙就总在黑夜找上门 要是再敢对我的后代动手 下一次挂在城墙上的就是你 看向迪特里安的一瞬间 她仿佛看到了龙的影子 身体止不住的颤抖 她暗下决心 一定要让莱蒂莎杀了这个家伙 但现在最重要的 是不能让莱蒂莎的脸被看到 要不然她好母亲的角色还怎么演 她是神的女儿 却被亲妈无情地暴打 她都疼得晕了过去 恶毒的母亲还不忘给她泼脏水 就是因为这丫头买通医生 那个骑士才病得那么严重 还打包票保证要打到这个侍女生不如死 如果换做别人 说不定早就信了 迪特里安也不傻 打着为圣女效劳的名义 凑上钱就要带莱蒂莎走 圣女慌啊 万一莱蒂莎被认出来 她一直施虐的事情就瞒不住了 连忙表示自己很心疼这个孩子 转头让侍卫立马把神官叫来 现在这个情况 她只能先为莱蒂莎治疗 不得不说神官就是厉害 一挥手的功夫 病人就恢复了意识 可迪特里安还是没能跟她说上一句话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救命恩人 被扛在肩上粗鲁地带走 她还有好多问题要问 想和她说句对不起道声谢谢 眼下只有静待时机 迪特里安按下决心 一定要带小侍女离开这座地狱 而莱蒂莎今天的反常 可把假圣女气得不轻 呲牙咧嘴的老脸就没泄过 幸好她没多想 觉得莱蒂莎就是为了逃婚 毕竟前两天还跪着求她解除婚约 她真的好想打烂那丫头的呗 碍于国婚又不得不忍耐 但又气不过 又让侍卫去找她的第九语音诺埃 替她好好教训教训死丫头 简陋的房间内 莱蒂莎从床上醒来 幸好哥哥的小房子还在 看着手上的手镯 她现在确定这是真的伊丽丝尔 是你帮我藏起来了吗 手镯竟真的闪烁着微光回应了 这时外面一顿吵闹声传来 是诺埃尔带着圣骑士们找来了 在前世 莱蒂莎只见过她两次 第一次是婚礼上 第二次是在诺埃尔死去的那天 在她被押送回国的路上 诺埃尔救了她 并带她一路逃亡 即使受了很重的伤 也要守护她 明明是母亲忠诚的狗腿子 为什么要救她 对不起是我醒悟得太晚 没能守护您 莱蒂莎还没来得及问那是什么意思 一只飞来的剑 就深深刺进了诺埃尔的后背 而杀死她的人 是圣女的第三羽翼奥文 也是她的爱人 从那以后就听说奥文疯了 听着人们窃窃私语 莱蒂莎心里很不是滋味 之前欠了这么大的人情 这一次一定得还才行 在圣骑士们打开门的那一刻 她用匕首抵着脖子 她想和诺埃尔单独谈 看这些骑士尤言不尽 不得不利用国婚 难道到时候你们想找一具尸体结婚吗 再搬出恶毒的母亲 诺埃尔一听那还得了 在她眼里 莱蒂莎就是劣迹斑斑的罪人 她气不打一出来 后悔没早点用神力对付 框刚一声踹开门 她要让莱蒂莎瞧瞧羽翼的厉害 可房间里空空如也 她居然被骗了 立马叫人围住庭院赶紧去追 她恨得牙痒痒 明明答应了奥文这次会好好表现 却又弄成这样 突然背后有人叫她的名字 看到莱蒂莎的那一刻 她简直不敢相信 女神赋予她的本能 居然觉醒了 拥有这枚戒指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走上人生巅峰 可以拥有九个忠心的狗腿子 女神赋予了她们神力 即使肉身消散 也会不断重生 只要和戒指选中的圣女对视野 就会倾其所有守护主人 并因此获得满满的幸福感 但有一个人是个例外 那就是第九羽翼诺埃尔 她不仅对圣女没有爱 甚至对其厌恶至极 她本是一介平民 为了照顾弟弟 她每天都会因为偷东西被追赶 这天她羽翼的神力觉醒 只要轻轻动动手指就会下雨 一夜之间 她从一个小偷 变成了万民敬仰的羽神 她很感激女神选择了自己 发誓要对圣女付出一切 可当她抬头和圣女对视的一瞬间 她快吐了 圣女在她眼里就像个老巫婆丑陋无比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 她都宛如生活在地狱 这天她偷听到其他羽翼的嘲讽 圣女赏给了奇诺斯使团 一株万龙解毒草 不过对那个未成年的男孩 却是致命毒药 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圣女的意图 诺埃尔想起自己的弟弟 他必须要做点什么 可药房里都是圣女的人 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施展神力先把他们打飞再说 他今天必须拿到药草 奥文却突然出现阻止了他 而他不能效忠圣女的秘密 也只有奥文知道 在他痛苦的时候默默守护着 奥文看出了他的意图 一边警告他又一边担心 诺埃尔实在受不了了 他根本没办法服从圣女 更何况还要帮他害人 他只想杀了那个老女人 发泄完他才意识到 自己嗓门太大 虽然很失落 但他还是跟奥文说着对不起 因为他知道最痛苦的不是他 奥文本该杀了他的 可他却爱上了自己 誓约之痛不是谁都能承受的 信心的是 那个受伤的男孩已经恢复 诺埃尔欣喜万分 奥文担心他在圣女面前 控制不住自己 便让他去看守西宫的主人 那个极其残暴 犯下多种恶行的莱蒂莎 对待那种人 他绝对不会心慈手腕 只要做好这件事 就能让奥文放心心 怎料见到莱蒂莎的第一面 他就像见到妈妈一样 幸福的上了头 什么帝国的恶魔嗜血的杀人狂 他都不想管 本能告诉他 眼前这个女人 就是他要守护的人 之前圣女带给他的痛苦 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 他单膝跪地 牵起莱蒂莎的手 放在恶心 莱蒂莎大人 我灵魂的主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看着诺埃尔扬起的笑脸 莱蒂莎懵了 这剧情怎么和前世不一样 如果是因为手拙 那能不能从其他羽衣那里 获得答案 可他并不想去见那些人 从小到大没有少欺负他 他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诺埃尔站起身 有什么困难就告诉他 他都会尽全力去吧 莱蒂莎很感动 这一次他不再是孤身艺人 而他现在要做的 是把哥哥带到别宫 交给狄特里安 记得公国覆灭的那晚 也是像今天晚上一样寒冷 那天也是母亲 给他锁下诅咒的 最后一天期限 他只想躺在床上等死 狄特里安发现 他还在是很生气 明明让他从逃生案到跑掉了 得知他即使离开 也活不过明天 狄特里安太知道这是诅咒 可无论怎么追问 莱蒂莎都不愿说出 解除诅咒的方法 只有杀了你我才能活下去 这个方法他怎能说出口 你不说我就去问圣女 那个背影是他 见到狄特里安的最后一面 他一直很后悔 眼下他还有五个月时间 这一次绝对不能被摆 突然胸口传来阵阵刺痛 这追心的痛感 他再熟悉不过 可为何诅咒会突然提前 女儿越痛苦越挣扎 他就越兴奋 那个臭丫头 居然敢威胁他的骑士 他必须提前发动诅咒 让莱蒂莎常常生不如死的滋味 恶毒的母亲得意极了 可下一秒 他就笑不出来 魔法阵居然碎了 龙伴着黑气出现在眼前 紧接着他的惨叫响彻了整个宫殿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会遭到诅咒的反噬 强烈的剧痛 让他在水里挣扎可不停 侍女连忙找到奥文 然而圣女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不顾劝告将奥文推开 刚站起身就摔了个狗吃屎 一把扯开帘子 魔法阵还在 代表着他还有机会 满脸睁磷着双手结印 都怪臭丫头害得我这么狼狈 我一定要立刻杀了他 只是魔法阵还未修复 他又再次疼得站不起来 他这下崩溃了 哭着让奥文救救他 奥文注意到圣女手臂的皮肤 竟开始溃烂 他的治愈能力根本治不好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伤口 圣女发了疯的咒骂着龙 难道你不怕因果报应吗 居然来破坏他的好事 有本事就杀了他 反正他会让羽翼们 突进龙的子子孙孙 转身捧着奥文的脸颊 你一定要帮我杀了 那个该死的丫头 还有令人厌恶的龙族后裔 提到龙族后裔 他突然误了 因为狄特里安出现在他的土地上 所以龙才会出现 想到这里他毁不当初 不应该让狄特里安来帝国的 只有赶紧把那些人赶走 他才能活下来 奥文简直不敢相信 龙怎么会回来 从头到尾他都没见过 而让他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居然对圣女的话产生了怀疑 圣女的话对语义而言 就是律法就是真理 可刚刚圣女失控时 他本想让圣女把诺埃尔 叫来一起治疗 但话说一半 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因为他害怕圣女拿诺埃尔撒起 之前他认为圣女的恶行 无声大哑 然而不知道从何时起 他对圣女的心开始有了裂痕 对他来说 诺埃尔远比圣女重要得多 一边对自己的背叛感到不止 一边又在策划如何对抗圣女 他此刻很矛盾 不过眼下最重要的 是尽快举行婚礼 让圣女厌恶的人赶紧离开 与此同时另一边 莱蒂莎终于恢复了血色 盼着他伤痕累累的手 狄特里安心疼死了 自从中央神殿一别 他始终放心不下 发动属下一直在找小侍女 或许神明听到他的声音 奇迹真的发生了 他终于找到了这个女孩 找了这么久没找到 原来是晕倒在这里 小侍女的身体透心凉 庆幸的是还活着 而他晕倒之前 好像在买某件东西 狄特里安小心翼翼 取出土里的东西 竟是哥哥的遗骨 现在他才知道 小侍女今天去神殿 是为了他哥哥 感受着怀中人的温度 他五味杂沉 哥哥终于回到他的身边了 是被这个女孩带回来的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对我这样好 狄特里安不明白 为什么看着女孩的时候 他的心会这么痛 门外就传来说话声 他警惕地站起身 这里根本就藏不下两个人 他现在只有三个选择 要么藏自己 要么把女孩藏起来 要么就杀掉那两个人 即使未婚妻是仇人的女儿 甚至是万人唾弃的恶女 他也绝不会抛弃辣妾 为了保护自己的百姓 狄特里安一直坚持着原则 可现在他去满脑子 都是别的女人 自从神殿里认出那个小侍女 他的整颗心就为女孩而动 甚至刚刚身临险境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小侍女的情侣 所以他选择把自己藏起来 因为一旦被圣女 发现他们在一起 后果会变得很严重 毕竟他即将和圣女的女儿结婚 可那两个男人看到小侍女 就像看到温神似的 明明害怕的要死 却又不得不管 这让狄特里安很疑惑 他偷摸跟着那俩人来到西宫 听说神宫的罪人 都会被关在这里 据说很久以前 莱蒂莎杀死了自己的奶妈 圣女泪眼婆娑地 将女儿关在了这里 要是她的妻子 不是圣女的女儿来地杀 而是那个小侍女的话该多好 想到这里她觉得自己是疯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好在她偷听到 诺埃尔和那俩人的谈话 小侍女治疗得很顺利 可她真的舍不得离开 等到圣女的羽翼走后 她便偷偷地去看了小侍女 想一直守到女孩醒来 看到躺在床上的人 她愣住了 明明这么美艳动人 让人很想要保护 却在这一天之内 受尽了各种苦楚 我以后绝不会让她受伤了 身为公王 却想守护神功的神官 说出去多让人可笑啊 不过她不会改变自己的心意 看着已经发霉的房间 老掉牙的陈设 她瞬间心疼得不行 到底被圣女折磨了多久啊 或许七年 也或许更久 我想知道你的名字 你愿意跟我回公国吗 说话间她伸出手 不自觉向小侍女靠近 可随即又不禁正主 这个女孩还昏迷着 她到底是在干嘛 连忙将手撤了回来 她怎么能去牵人家女孩子的手呢 明明快娶别的女人了 明明今天才第一次见 却为了这个女孩 不断地打破了自己的原则 即便知道后果很严重 还是想靠近 她心中小鹿乱撞个不停 既然控制不住自己 那她还不如直接离开 走之前她把哥哥的小房子 放在了小侍女的柜子上 如果她醒来找不见 一定会很恐慌的 还是等小侍女亲手 把哥哥交给自己吧 下次再见面时 她一定要看看小侍女瞳孔的颜色 听听小侍女的声音 只是没想到第二天 神官就带来圣女的旨意 要她尽快举行国婚 然后离开 看着手下溢出来的笑脸 狄特里安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她本想多带一些时间 劝说小侍女和自己回国的 穿上精致的礼服 她心里痛苦不堪 后悔没给女孩留张纸条 今天是结婚前 和未婚妻父母见面的日子 在她哀声叹气时 奥文已经到达 将由她护送公王去神宫 听奥文说所有的神官都在这里 狄特里安满怀期待地寻找着 却没发现小侍女的身影 就这样满心失望地来到了神宫 听到门外传来禀报声 莱蒂莎心中忐忑不安 吃呀一声 狄特里安走了进来 向圣女献上了自己的骑士尾 只是牵起莱蒂莎的手石 她傻眼了 这手为什么在发抖 还有那穿镶嵌着黑宝石的手镯 为什么会在她的手上 狄特里安不顾理一抬头望去 那人竟是她要找的女孩 尖锐的指甲陷进肉里 母亲还假惺惺地问女儿疼吗 这是害她胳膊受伤的代价 还让女儿陪她演戏 装出很幸福的样子 让别人看来 她们就是一对幸福的母女 但恶毒的母亲打错了算盘 她对女儿的恶心 狄特里安上次在神殿就已经见识过 她原以为小圣女只是普通的神官 没想到竟是圣女的女儿 所以看到那个熟悉的手镯 她失态了 直到听见莱蒂莎叫她公王 她才从惊恶中反应过来 这一次 她终于看清了小圣女瞳孔的颜色 也知道了名字 就连声音都那么好听 只是她还是不敢相信 那个善良美丽的小圣女 成了杀人魔莱蒂莎 虽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圣女母女情深的戏码 在她看来可笑至极 圣女看向女儿的眼神 明明充满了憎恨 她脑子一团乱 哥哥遇到小圣女是在七年前 说明莱蒂莎在那之前 就已经受到虐待 因为害怕母亲 而不敢接受治疗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杀死那么多人 可万一是她思念成疾 把莱蒂莎错认成了小圣女 又或者这个女孩 不是她了解的那样 想到这里她开口试探 既然要试探 就得往痛处上戳 圣女对您这样好 您的童年应该很幸福吧 不像她 小时候经常被父母拿鞭子抽 莱蒂莎表面平静如水 心里却在滴血 狄特里安对她的态度 和上一世不同了 记得上一世 分明对她笑得很温柔 还热情地打了招呼 可刚刚进入接待室的那一刻 狄特里安就一直阴沉着脸 难道是母亲又做了什么坏事 才让她这么恨自己了 听着俩人的谈话 圣女酝酿着一肚子坏水 表面上对尤里欧斯的死很惋惜 却话里话外都在指责 莱蒂莎一脸震惊 母亲竟然当着狄特里安的面 说有里欧斯是旧游自取 眼睁睁看着心爱的人受委屈 她却什么都做不了 心里别提多憋屈 她的一举一动都落在狄特里安的眼里 心里有了一些把握 所以她想再确认一下 附和着圣女的话 说自己的哥哥最有应得 尽管她对哥哥的死很遗憾 但这样的结局对公国更有利 意思就是她的哥哥该死 听到这样的话 莱蒂莎果然露出了一样的表情 这一刻 她就知道自己没认错人 莱蒂莎就是当年的小侍女 直到现在她才明白 圣女在知道女儿要和她结婚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对她的使团那么刻薄 原以为是太嚣张才会百般戏梦 可事实证明 圣女只是想让莱蒂莎 一辈子饱受怨恨的痛苦 关于莱蒂莎的传闻 现在看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临走前 她再次牵起莱蒂莎的手 送上自己的骑士文 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只是隐隐约约中 她似乎闻到了莱蒂莎身上的血腥味 而她前脚刚走 圣女就很不痛快 为了试探狄特里安是否知道龙的存在 她特意安排了这次的见面 却毫无收获 但狄特里安那么尊重莱蒂莎 说明她好母亲的戏没有白眼 看着自己因诅咒反噬而干巴巴的手臂 明明我才是施咒者 为什么受折磨的也是我 她越看莱蒂莎越来气 大吼大叫的要找诺埃 指着莱蒂莎的方向 那个死丫头破坏了我的好心情 诺埃尔 你替我好好教训教训她 只是因为心情不好 恶毒的母亲就要让女儿好看 可她偏偏找了第九语音 和她情感并不相通的诺埃尔 但此刻不同了 诺埃尔能感受到自己的主人在流血 她转头恶狠狠地盯着圣女 房间里的水 刹内间都沸腾着上涌 她伤害了你的主人 快拧断她的脖子 诺埃尔满脑子都是这个圣女 这个阵仗下的仆人们动都不敢动 圣女丝毫没意识到危险 还不停为诺埃尔喝彩 快让那丫头见识一下你的神力吧 关键时刻 莱蒂莎阻止了诺埃尔 因为现在时机还未成熟 只有忍耐才不会陷入危险 诺埃尔气得不行 虽然很想替主人报仇 但她不能违背主人的意愿 所有的水回归原位 房间里又恢复了平静 她走到圣女面前 亲吻着老女人的手背 啊 我灵魂的主人啊 我会遵从你的旨意 让那丫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嘴上说着恶毒的话 心里却痛苦万分 圣女疑惑她为何突然变得这么重心 只见她眼神坚定 我身为羽翼自然要忠于自己的主人 请你务必给我这个机会 我现在就想斩断莱蒂莎的手 圣女十分满意 她本来还想撤了诺埃尔的羽翼之指 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 但她不能答应诺埃尔的请求 毕竟后天就是举行婚礼的日子 回到西宫后 诺埃尔就治好了莱蒂莎的伤 她感觉很对不起主人 眼泪汪汪的要杀了圣女 现在她终于明白 奥文对圣女的爱意有多深了 但却为了保护她 战胜了自己骨子里的本能 要是奥文也能认您做主人就好了 她不经意间就喊出了声 莱蒂莎却有些担心 她不想要害的三九组合分开 诺埃尔一听更激动了 她之前试探过奥文 可奥文却说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圣女 她喜欢的男人 怎么就没有看人的眼光 随即躺在莱蒂莎的大腿 像个孩子一样 希望主人能带她走 她在神宫过得很痛苦 如果没有奥文真不知道怎么办 她猛地站起身 如果把她留在这里 她就会像刚才一样失控 可是你走了 奥文该怎么办呢 主人的话让她愣住 莱蒂莎希望他们幸福 不想上一世的悲剧再次发生 即使奥文不认她为主人 她也要想办法让三九长相私审 听着主人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诺埃尔却有些难过 她希望主人也拥有自己的幸福 但这辈子 却只能顶着王妃的头衔 和不喜欢的人聊此残生 突然她有了一个主意 要不我帮您离婚吧 在诺埃尔看来 这桩婚姻只是双方都不情愿的政治联姻 根本没必要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莱蒂莎懵了 这一刻她才意识到 她只顾着考虑自己的事情 都忘记迪特里安根本不想娶她 想到这里她无奈一笑 拉开书桌的抽屉 拿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纸条递给诺埃尔 想在今晚和迪特里安见一面 想要告诉心爱的男人 结婚半年后就会还她自由 收到心上人的约会邀请 她充满了期待 怎样女孩张口就是要离婚 迪特里安当场懵圈 她幻想过许多对话的场景 女孩会笑会害羞会尴尬 唯独没想到会提出离婚 而莱蒂莎离婚的理由 竟是觉得她是被强迫的 所以想在半年后还她自由 如果换作是见面之前 莱蒂莎的确说的没错 但遇到她之后 她脑子里心里全是她 她想永远和她在一起 迪特里安原本想这样告诉女孩的 可现在女孩却用恳切的语气 请求和她离婚 她心如刀割 如果这是你希望的 我会尊重你的意愿 鬼知道说出这话的时候 她的心有多痛 莱蒂莎犹豫了半天 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请求 婚礼圆房那天 她希望能提前做好准备 去应付圣女派来的那些人 迪特里安以为莱蒂莎不想和她圆房 想让她陪着演戏 你放心 我不会强求你的 没想到莱蒂莎急了 心脏砰砰砰乱跳的不停 她必须要不弃勇气说清楚 因为这件事远比离婚重要 她满脸娇羞 你可以试着更靠近我一点 说完她又觉得好丢脸 可是她好不容易才见到爱的人 如果约定好离婚就分开 她会后悔一辈子的 久久没收到回应 她既失落又感到很抱歉 我不该强迫您做这样的事 没关系 迪特里安一步一步向她靠近 我离您这么近 您不会感到厌恶吗 莱蒂莎想也没想 她当然不会 确认了她的心意 迪特里安牵起她的手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莱蒂莎有些难难 因为她没想过这个问题 在她思考之间 俩人已经食指向口 下一秒 迪特里安的吻就落在了她的额头 她下的一击灵 还以为要接吻吧 而她今晚说的离婚 枷锁之类的词 让迪特里安无比心痛 可她还是为她着迷 也不想就这样放弃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莱蒂莎给了半年的气息 但现在看来 她只有半年时间 所以她想在贪心意 在这期间竭尽全力得到女孩的心 她低头慢慢凑近 四目相对时 两个彼此相爱的灵魂交织在一起 莱蒂闭上眼睛 她要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 让莱蒂莎爱上自己 别把她推开 回到房间后 莱蒂莎羞的一头扎进枕头 她从来没感觉这么幸福 没想到迪特里安对她这么温柔 他们吻了一次又一次 到最后她都快站不住了 是我太勉强你们了吗 迪特里安温柔的不要不要的 只见莱蒂莎紧闭双眼超级大声 她觉得很开心 甚至都有点飘飘然了 一戏间 她看到迪特里安红了的脸 还好像听到了笑声 她连忙用枕头盖住头 真的太丢脸了 与此同时另一边 恶毒的圣女心情也十分愉悦 因为诺爱尔今天不仅给她下跪 还讲了很多好话给她听 但她还是不放心 让奥文去监视诺爱尔 一旦发现可疑之处立马汇报 她会立刻杀掉 奥文既惊讶又害怕 昨晚诺爱尔还跟她提起第二圣女的事 她不以为然 因为出现的第二圣女 不管是假冒的还是真的 最后都是送上断头台的下场 俩人为此闹得很不愉快 现在突然要效忠圣女殿下 肯定有其他的原因 毕竟诺爱尔很讨厌圣女 奥文心里一团乱 圣女这时交给她一个任务 并递过来一个貌似装着水晶球的盒子 看到这个东西 奥文脸色大变 这是被圣女封印的强大魔物 栖息在沙漠之权 破坏力极强杀伤力极大 坚固的外壳镰刀剑都无法穿透 普通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当年也是搭上了好几个空装 才将其封印 再看到她的一瞬间 奥文就猜到了圣女想干嘛 只见圣女咧嘴一笑 公国使团一进入沙漠 你就把她放出来 恶毒的母亲把女儿嫁给了仇人 想要利用女儿的死 拿到一个能灭帝国的出兵理由 但龙的出血 让她等不了了 竟想在公国使团回国的路上 释放出盒子里的潘多拉 可这个魔物会杀光使团的所有人呢 奥文心里很忐忑 就算这是主人的命令 她也不能 犹豫之间让圣女起了疑心 你该不会违抗我的命令吧 我可不想失去你啊 奥文怎么敢回局 只得接受任务 乖乖照主人说的做 圣女虽然不喜欢她的心软 但依旧相信她的忠心 毕竟她和诺爱尔不同 提到诺爱尔 圣女让奥文在行动当天带她一起去 以此来测试诺爱尔的忠心是真是假 如果有任何可疑的举动 你就立刻杀了她 奥文的心仪阵阵刺痛 这是想违抗圣女命令的后果 以诺爱尔的性格 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无辜的人去死 她很清楚 这一次不得不二选一了 圣女和心爱的人 毫无疑问 她当然会选诺爱尔 而在这天晚上 奇诺斯公国境内发生了一点小骚乱 七年前大儿子和丈夫相继离世 王妃一夜间回到了孩童心智 半夜三更的非要来庭院摘花 还说她的孩子戴上一定好看 而她也是睡梦之人吉利欧德 可以通过梦境遇知未来 鼎盛十七帝国根本不敢打公国的主意 因为有任何部署 都会被吉利欧德在梦中遇见 只是自从龙离开后 这个家族就失去了预知能力 要是他们还能做预知梦就好了 守护王妃的一男一女骑士哀声叹气 这样公王就不用娶那个恶女 俩人的说话声吸引了王妃的注意 看着其中的金发骑士 她高兴地叫着孩子 金毛一个劲配合地叫着母后 但王妃却不太满意 母后和母亲的称呼太疏远了 她更想当妈妈 可这样会不会有视剃头呢 她纠结得很 不过我还是想做你的妈妈 而她眼中看到的金毛 却是有着一头金色长发的女罗 手里拿着一朵玫瑰 不停地替自己的儿子说好话 那小子很喜欢你 只是像她父亲一样有些迟钝 这给俩骑士说的云里雾里 只好送夫人回去休息 王妃一边夸赞女儿力气真大 一边要她给自己讲睡前故事 金毛头戴玫瑰花环 耐心地讲着童话哄王妃睡觉 王妃揉了揉眼睛 她眼皮不停地开始打架 看着金毛万般不舍 她好不容易才见到那个孩子 真的不想这么快分开 这么惹人怜爱的女孩 竟然会成为她儿子的妻子 我的孩子 自从找到主人后 她就像是找到妈妈的蝌蚪 浑身上下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可惜主人即将远嫁 诺爱尔又像是被抛弃的小狗狗 心里空唠唠的 最近还因为真假圣女的事 和心爱的人单方面冷战 奥文认不出来地杀大人 她虽然很难过 但又庆幸奥文能护送她的主人去公布 只要待的时间足够长 奥文一定能认出真正的圣女 让她没想到的是 圣女居然下令让她同行 她抑制着兴奋的小表情 圣女这回可真是帮了她大忙了 她奔跑在长廊上 想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主人 明天就是举行婚礼的日子 现在主人应该再是婚纱吧 她哼着小曲 像条活蹦乱跳的小狗狗 一想到主人穿婚纱的样子 她就很兴奋 莱蒂莎大人我来了 可当她推开门 莱蒂莎竟被几个侍女推倒在地 诺爱尔一时没反应过来 其中一名侍女 又扯着她主人的胳膊 你装什么装 赶紧给我起来 真是难以置信 这些狗腿子居然趁她不在的时候 如此折磨她唯一的主人 那名侍女还想邀功 刷的一声 侍女就被一团水流卷上半空 诺爱尔走上前 质问他们为什么在这里 谁知他们并不知道悔改 满嘴都是教训死丫头的话语 很显然触及到了诺爱尔的逆铃 又是手一挥 几人被先飞了老远 没想到有个侍女胆子挺大 还敢质问诺爱尔为什么这样对她 侍女们越拳在线了 一群以下犯上的家伙 诺爱尔阴沉着脸 散发出来的气场 让那个侍女满脸的痛苦面具 她也算是神功的老人了 圣女的九个羽翼 除了第一羽翼她都见过 其中有凶残的 有冷酷无情的 唯独诺爱尔大人不一样 不仅对他们很随和 也不会仗着自己的力量去威射别人 所以她真的难以想象 诺爱尔大人会像现在这样凶狠 如果再犯 我就让你们尝尝置息而死的滋味 几个侍女下的脸都黑了 诺爱尔阴森森地看着 给我滚吧 但看着主人手臂上的伤 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针孔 地上还有散落的定型针 她就后悔放那些人走了 站起身就要去把他们都杀掉 莱蒂莎连忙拉住她 刚才不是已经惩罚过了吗 你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杀人呢 诺爱尔停在原地 心里的憋屈开始爆发 您都受伤了 对我来说怎么能算小事 眼泪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 您到底要像这样人到什么时候 莱蒂莎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 一把抱住抽气的诺爱尔 她只是害怕诺爱尔陷入危险 而她也不想成为母亲那样的人 视人命为草剑 误尼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她的羽衣们也总是在杀人 莱蒂莎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圣女 也不清楚诺爱尔为何效忠于她 但即使有一天拥有了神力 她也不会去伤害任何人 准备了一天的婚礼 她累得趴在床上 不过得到了诺爱尔送她去公国的好消息 心里的石头也算落地 说不定在到达公国前 奥文也会认出您 诺爱尔的话虽然不太现实 但她还是很期待 在印象中 奥文一直是母亲最忠诚的羽衣 如果要她认其他的主人 莱蒂莎实在想象不到那是怎样的画面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这一是她只想让三九幸福 她一边祈祷着 一边进入了梦乡 却梦见一个可怕的梦 她发了风势地敲打着房门 嘴里不停地叫着奥文 因为她刚刚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在梦里她梦见了往事 因她造成的三九组合悲剧 奥文亲手杀了自己的恋人 神宫里的吃瓜群众们 七嘴八舌的议论着 这太可怕了 莱蒂莎心里很不是滋味 无意中听到侍女们提起瓦莱诺斯事件 瓦倒帝国惹怒了圣女 所以在使团回国时 奥文听从圣女的意思 放出了那只强大的魔物瓦莱诺斯 当时只有诺爱尔一人毫发无损 莱蒂莎猛地从床上惊醒 她终于记起重生前 奥文释放出的那只魔物 因此受了重伤 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虽然时间和护送的使团不一样 但她还是担心事件重演 她必须要去见奥文一面 在前世解除瓦莱诺斯封印的前一晚 奥文在首都设置了结界 可明天就是婚礼 作为婚礼的总护卫 现在是不会出现在城墙那边 莱蒂莎静止来到奥文的住处 然而没有一丝回应 难道真的去设置结界了吗 她焦急地拍打着房门 呼喊着奥文的名字 手腕上的伊丽丝尔 这时闪耀着光芒 与此同时 奥文在城墙上 拔出宝剑准备设置结界 这是她保护诺埃尔的唯一方法 只是明天过后 诺埃尔肯定不会原谅她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走到了尽头 她一边感慨 一边将剑插进阵眼 发动女神赐予她的风之力 设下可以阻挡邪恶之物的结界 关键时刻 一阵阵框框的声音传入耳边 还有人不断地呼喊着她的名字 她捂住耳朵差点摔倒 询问一旁的骑士有没有听到什么 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那么大的声音 竟然没有人听见 她很疑惑 想着把结界设好就赶紧回去 可当她提起剑士 却发现没有任何反应 她眼里都是惊恐 因为不是剑出了问题 而是她的神力消失了 突然那个奇怪的声响又再次袭来 那正是莱蒂莎的敲门声 她无力地趴在门前 不敢相信瓦莱诺斯袭击的对象 从马岛帝国变成了宫国 虽然这只是猜测 但重生以来发生了太多的变数 先是救活了艾诺克 母亲提前去了神殿 诺埃尔刚见她就要效忠于她 狄特里安第一次见她是冷漠的胎 一桩桩一件件 都和重生有很大的关系 她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 希望能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在沙漠中和瓦莱诺斯战斗 无异于自杀 如果能引到陆地就好对付得多 可是只有拥有女神之力或者高阶魔法 才有可能做到 想起狄特里安为保护自己的骑士 战斗到最后一刻甚至牺牲的画面 莱蒂莎迫切地希望能帮到她 对着手腕上的伊丽丝尔 希望能得到回应 空气安静地出奇 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圣女 能不能像母亲那样控制魔物 但她没有放弃 现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和奥文谈判 她之所以抱着一丝希望 是因为奥文很久之前帮过她一次 她在这里等了很久很久 直到晨曦的微光亮起 奥文才无精打采地回来 一小瓶药水 几句略带关心的话 对孤立无援的她来说 已经是莫大的温暖 就算是母亲下令 这个男人也从来没伤害过她 很清楚 刚刚去城墙设结界不就是因为这个 她希望听到实话 可奥文的实话 确实没有在任何地方设结界 说话时 她就注意到莱蒂莎红肿的手 她有一个事情需要确认 刚刚是你在叫我的名字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开门进去 拿来一瓶药水 她不能直接使用神力 这个药水功效还不错 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话 只是这次不同的是 她没用会留下痕迹之类的理由 而是亲自给莱蒂莎上了药 或许是因为明天 就是举行国婚的日子吧 莱蒂莎搭拉着脑袋回到房间 奥文说没有设结界 并不代表着不会释放马来诺斯 不过你所担心的是 目前还不会发生 从奥文说的话可以判断出 她还有时间来思考对策 莱蒂莎在房间思索了一整夜 最终迎来了婚礼的早晨 这些侍女反强的很 从来没看到这些人 对她这么恭敬过 只见诺尔抱着手出现在门口 我可是奉圣女的命令 看管小姐的 而且是个完美主义者 话里话外都带着威胁的气息 反正不把小姐打扮得漂漂亮亮 就别怪她不客气 莱蒂莎还默默吐槽来着 没想到这些人还真吃这一套 都尽心尽力 明明和上仪式穿的是同一件婚纱 可这次的感觉却完全不同了 她明艳动人的样子 给诺埃尔激动得不行 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要在婚礼前教训小姐 让是你们都滚出去 之后便是明目张胆地夸赞 您一定是这世上最美的新娘 在俩人开心的同时 中央神殿内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多年没有反应的女神 降下了一道神域 而神域的内容 只有圣女一人能够读懂 我唯一的女儿 看到第一句话 圣女喜出望外 女神终于承认自己是她的女儿了 可神域接下来的内容 却让她很疑惑 你收到尊敬的那一天即将来临 尽管制恶之人还在扰乱秩序 不过这股势力即将走向灭亡 你一定能守护所有人 圣女愣在原地 她这辈子从来没守护过任何人 这神域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她说什么 神域的内容就是什么 在她张嘴准备胡说八道时 女神竟降下了第二道神域 只有帝国在生死存亡之际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圣女满脸得意 妄想成为帝国的英雄 然而这次神域的内容 让她经出了一滴冷汗 因为这是针对她一人的警告 无论她再怎么曲解女神的意思 都无法扭转时间改变原本的轨界 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她犹如五雷风 双腿发乱的不有 即使这样 她还是嘴硬说神域上不是好 一旁的神官不紧 这不是第一道神域的内容 她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圣女静红的眼浑身都是杀气 我可是女神选中的圣女 你是在怀疑我吗 女神真正的女儿出现了 而她只是个冒牌货 不仅总是曲解女神的意思 还肆意妄为滥杀无辜 神官只是问了一句话 就被假圣女当场毕命 甚至下令 让在场的所有神官都领了合法 女神的警告 让她害怕的赶紧跑回了家 打开地上的暗格 取出来一个木制盒子 这是她15岁当上代理圣女时 一个黑衣人和她定下的契约 会帮她成为真正的圣女 盒子还在 说明那黑衣人还没抛弃她 而女神接连降下两道神域 却引得这个孩子很不满 她叫希格 是守护公国的始祖黑色神龙 她的力量可以与神匹敌 之所以现在是一副孩子的模样 是因为不久前 为了重制命运 跟女神丁纽克合力把时间 到回了三年前 把真的圣女来地杀救了国 马倒帝国最强大的魔法是海因茨 也参与了其中 却因为耗尽了魔女 暂时只能以尘埃的样子出现 女神力量也处在烟灭边缘 如今竟接连下了两道神匿 希格嘴上骂骂咧咧 心里却很担心 海因茨也忍不住同操 不知道是谁前两天 气得差点把那个帽牌活杀掉 希格一听更爱气 那个孩子受了那么多的伤 还要承受被诅咒侵蚀的痛苦 他怎么能忍 虽然希格嘴上不饶人 其实他和迪纽特一样 都是善良的人 与此同时婚礼即将开始 迪特里安从未这样紧张过 他还注意到新娘母亲的位置 连张椅子都没摆 他很担心能不能顺利把媳妇娶回家 这时他偷听到楼下两人的谈话 原来圣女解读神域十类晕了 所以不来参加 他正疑惑时 莱蒂莎的出现 让他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交好的容颜配上华丽的婚纱 趁得莱蒂莎闪闪发光 能娶到这样惹人恋爱的媳妇 迪特里安心里别提多高兴 这一刻 他是真的想感谢一下圣女 在交换戒指时 他还想着有没有失约之吻的环境 要是他向那网控制不住怎么办 大庭广众之下这可不行 他收回手努力克制着内心的雀跃 婚礼一结束 迪特里安就看着怀表 数着金洞房和媳妇贴贴的时间 他哀声叹气 时间过得太慢了 骑士们听到很是心疼 恨不能替电下去和那个魔女圆房 作者只能感叹他们不在一个频道 终于等到晚上 迪特里安敲响了心房的门 他紧张得要死 不停嘀咕着准备好的台词 别担心我不会对你怎样 刚进门想着按照练习的那样 先安抚一下莱迪莎 抬开口就看到椅子上的一堆衣服 莱迪莎怕他难堪 已经自己准备好 迪特里安瞪大双眼 以为自己在做梦 眼下这种尴尬的情况 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虽然莱迪莎说过 剩女的人随时会来 但他并不想因此强迫他 不过既然都准备好了 他履行一下人夫的义务 也无可厚非吧 迪特里安只觉得自己要疯了 突然空气中传来一堵酒的 莱迪莎解释因为紧张 所以喝了点 他拿起酒瓶 看来我也需要喝点酒放松一下了 凤房花竹之夜 媳妇却先喝醉了 撒娇卖蒙的样子 让迪特里安差点把持不住 他要在剩女派的狗腿子来之前 假装他们很合得来 可这个距离是不是太远了 要不要靠近一点 反正半年后我会如你所愿离婚 迪特里安这才明白 原来媳妇一直认为自己讨厌他 他立马起身 想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 好冷啊 莱迪莎又凑过来把他抱得紧紧的 他虽脸红心跳 还是想要把话说清楚 我不讨厌你 也不想跟你离婚 你骗人 莱迪莎眼角滑出一滴泪 觉得肯定是在安慰他 听着迪特里安再次的肯定 吻我 他看着心爱的人满眼纯情 如果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惜 那我就相信你说的 这一刻迪特里安不知道等了多久 怎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 一边说着请你相信我 一边就这样俯身吻上去 清晨的微光亮起 昨晚的一切 莱迪莎以为是一场梦 他不可能那么主动 转过身继续睡 睡醒了一切就会回到正面 突然身旁迪特里安打招呼的声音 吓得他从床上弹了起来 而昨晚预料中的麻烦并没有来 记得上一试的这一夜 他对迪特里安并不了解 觉得迟早都会死在这个男人手里 这也是剩余想要的结果 所以原房那晚迪特里安一靠近 他就吓得大喊大叫 门外突地闯进几个神官 对着迪特里安就是一顿训斥 身为一国之君却遭受吓人的侮辱 何况这一切并不是他的错 从那时候起 他们虽然共用一个房间 却始终保持距离 就连唯一的一次接吻 那都算不上真正的吻 莱迪莎一直很内疚 所以才会在那一晚 让迪特里安靠近他一点 没想到圣女却因解毒神域晕倒 他的狗腿子也没有出现 就在他担心是好事还是坏事时 几个带刀骑士闯进了房间 让他们今天上午必须离开帝国 他们就像犯人一样 被押送往别宫 没走一步 莱迪莎的心就揪紧一分 上一世 他和使团们的初次见面并不愉快 因为艾诺克的死 骑士们恨不得包了他的皮 他惊慌失措 害怕得差点哭出来 迪特里安不仅站出来维护他 还把对他不敬的骑士 以军阀处置逐出了军营 他很担心 如果和上一世一样 迪特里安又要失去中心的骑士了 所以他尽量降低存在感 让别人不去注意自己 可刚一跨进门 被他救活的艾诺克就盯着他 还满脸灿烂的笑容 难道是有什么好事情吗 他正一火 巴内莎就出现在他面前 他心里虚得很 巴内莎是最恨最恨他的人 可下一秒 这个最恨他的人 净露出大白牙洋溢着笑 莱迪莎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从来没见巴内莎笑过 而且看他的眼神 简直跟诺埃尔一模一样 更奇怪的是 使团的其他骑士也是笑脸相迎 山贼一样的笑 把莱迪莎吓得瑟瑟懂 难道是笑着在诅咒我吗 这太恐怖了 我愿意不停地吻你 直到你满意为止 明明说好相信他 可一觉醒来 媳妇就将昨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看来是没有被他的蚊打动 迪特里安的真情流露 让莱迪莎羞红了脸 昨晚男人的告白 还有自己主动索吻的行为 一下子禁术涌入脑中 他头晕目眩两眼一摸黑 怎么能干那样的事呢 看着迪特里安越凑越近 还不断地提醒他 不要忘记昨晚的事 他连忙用手堵住男人的嘴 迪特里安看他的眼神 仿佛在说那么羞耻的事 你怎么能忘记 他紧闭双眼羞地不敢看 昨晚他是第一次喝酒 才会胡言乱语说那样奇怪的话 一定是这样的 看着媳妇慌张害羞的模样 迪特里安又看入迷了 真的好想看看他更慌张的样子 趁他没回过神来 先握住他的手 再搂上他的腰 然后吻上去 他应该就没办法推开我们了 说不定会从他的怀里跑走 但他是不会放开的 他要凑近他的耳边 反复说我爱他 还要抱得比现在更紧更紧 Oh my god 请你忘了我昨晚的喘事吧 莱迪莎突然地抱歉 让他从意想中回过神 迪特里安内心是拒绝的 他真的好想把眼前的女孩站为己有 不过他会尊重莱迪莎 不会强迫他做任何不想的事 毕竟一个从小就遭人怨恨 没有被谁爱过的人 怎么会轻易相信能得到别人的爱 是他不敢吗 他握住莱迪莎的手 我向你保证 今后只会有好事发生 因为他值得被爱 迪特里安出去后 莱迪莎的小鹿还一直乱撞 那个男人像是看穿了他的心 用温柔的语气在安慰他 这是上一世不曾有过的事 想起被改变的种种 他开始对未来有了期待 虽然不奢求迪特里安能爱上自己 但他这一次 想作为一个妻子去拥抱丈夫 偶尔也撒撒娇 丈夫的温柔 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意义的人 人的欲望还真是无穷无尽 想到这里 他不经自吵起来 只是这种程度应该不过分吧 权当这一切是长蒙好了 而门外的迪特里安 听到下属的话 他终于体会到什么叫无话可说 昨天婚礼的时候 骑士们一个两个都像家里有丧事一样 今天却笑得异常开心 他本来还觉得奇怪 原来是爱诺克认出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还散播了王妃不是莱迪莎的消息 迪特里安一阵害年 他该怎么解释这个天大的误会啊 虽然这对莱迪莎来说也许是件好事 但知道真相后呢 骑士们还能这么友善吗 肯定会怀疑莱迪莎别有用心吧 所以面对属下尤肯的疑惑 他将事实说了出来 王妃是爱诺克的救命恩人 也是圣女的女儿 而关于杀人魔的传闻都是假的 只不过是替自己的母亲背了黑锅 从来没有享受过母爱 甚至一直活在母亲的憎恨中 还总是被虐待 莱迪莎在这个宫里更像是犯人 可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狄特里安心疼的骂着该死 尤肯从未见过这样的殿下 不是一国的公王 而是一个只有23岁的平凡青年 像普通人一样发泄着情绪 虽然这是他一直渴望的 但如果被骗了呢 狄特里安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心思 可那些都是我亲眼所见 而且莱迪莎还背着圣女 拿到了哥哥的遗骸 尤肯大吃一惊 就算是殿下说太阳从西边出来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相信 不过像巴内莎那种固执的人 肯定不会被说服的 一起担心这个 尤肯更好奇王妃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能让殿下在短时间内如此清新 而他说的那个固执的人 此时正为了王妃 气得火冒三丈 外甥虽然很可爱 却有一点结巴 听说帝国的神官医术很高明 巴内莎说什么都要把他外甥送过去 当他们再次见面时 外甥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说是惹怒了莱迪莎小姐 才落得如此下场 她满脑子都是莱迪莎这个名字 只想杀了帝国的所有人 其实她更想杀了自己 是她硬逼着外甥去帝国的 想起父母怀上自己的那一年 姐姐已经15岁了 很显然 对于她的出生 姐姐大发脾气很不满意 即使如此 在第二年父母去世后 姐姐还是把她养大 嘴上总是说着要把她扔了 却从未这样做过 终于有一天 姐姐也迎来了自己的幸福 有了自己的宝宝 她那一刻才明白姐姐对自己的付出 然而好景不长 姐姐和姐夫染上瘟疫 相继离开了人世 她向姐姐保证会好好照顾外甥 就像姐姐把她养大那样 真实的外甥被她逼死了 她宁愿死的人是自己 迪特里安告诉她 那个孩子的死不是她的错 就像我的哥哥为了救我死在帝国 她却连尸骨都带不回来 但那不是我们的错 你也不是害死你外甥的凶手 幸好有殿下的开导 巴内莎才没有一直活在自责里 可她依旧恨透了帝国的人 来公国的路上摔伤了腿 如今伤势越来越严重 甚至很可能失去这条腿 她也不想让殿下低声下气 去求神官为自己治疗 她巴不得立刻杀了莱蒂莎 但现在已经是殿下的妻子 所以她必须忍耐 庆幸的是艾诺克活了过来 要不然她真的活不下去 是那个女人拯救了艾诺克 也拯救了她的人生 她正遗憾不能和救命恩人说声谢谢 艾诺克就来到她的房间 说找到了救命恩人 而且还是殿下今天娶的王妃 也就是说王妃不是圣女的女儿 她大吃一惊 怎么会突然换人呢 艾诺克正经微作汗手滴美 应该是圣女的女儿拒绝结婚 所以才不得不找人替代 俩人眼神交流甚是有道理 他们以后要对王妃好一点 可现在神宫里的骑士 却聚在一起嘲讽他们的王妃 还说她就应该被关一辈子 每天都挨鞭子才行 巴内莎怎么能忍 她要去杀了那些家伙 幸好艾诺克拉住了她 如果他们惹出麻烦 王妃也会被拉下水 大家听了这番话 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保护王妃殿下不让她受伤害 只有有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所有人都整装待发 只等帝国派的羽翼一道 就马上离开 在沙漠里不能骑马 狄特里安很担心媳妇不能适应 想着叮嘱几条注意事件 没想到莱蒂莎都很清楚 因为上一世她不听话 才弄伤了脚 这些都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教她的脑 狄特里安还是不太放心 把自己的围巾贴心地给她系好 毕竟沙漠里风沙很大 莱蒂莎本想拒绝 可是围巾上有狄特里安的味道 她竟舍不得了 有肯来报说圣女派的羽翼道 她高兴坏了 四处寻找着奥文和诺爱尔的影子 但来的人却不是诺爱尔 而是丧心病狂的第二羽翼特努亚 女孩的绿眼睛越清澈 她就越想毁掉她 当初圣女把女儿交给她 说着孩子有狂躁症 让她务必引导气走上正道 特努亚烦得要死 她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 引导别人走向正途不是开玩笑吗 直到她看到那丫头的一瞬间 弱不惊松的身体 纤细的手腕 还有无数被虐待的痕迹 经历了那么多成年人 都无法承受的痛苦 那双眼睛依然充满希望 她瞬间就来了兴趣 女神如果降临在这世上 应该就是这副模样了吧 所以她一定要摧毁才甘心 当有李欧斯死时 她的机会来了 你和那个废王子关系很好吗 只可惜她已经死了 被挂在城墙上好几个月 肉身早被乌鸦啃得干干净净 废王子是因你而死 莱迪莎听到这个消息 那双眼睛果然充满了绝望 特努亚兴奋极了 相信她很快就会完成任务 在这关键时刻 却收到去外地出差的消息 才离开没几天 莱迪莎又恢复了生机 还在她面前笑得那么幸福 而圣女让她拜替诺尔 肯定不可能只是简单的护送 这让莱迪莎很担心 那段回忆 每次想起都让她颤抖 那时的她孤立无援 但现在她有了诺尔 她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市井的喇叭突然在这时响起 是风沙来了 可雨季已经结束 按理说沙漠上不会再起风 而且沙尘天气很罕见 现在去刮得这么频繁 那只能是特努亚搞的鬼 因为她和奥文一样 都是风之力的雨衣 特努亚看着自己的成果十分得意 随即露出反派的冷笑 她这次一定要毁了莱迪莎 可预想的挣扎并没有来 要是换作以前 莱迪莎早就被风刮倒了 早就被她弄坏的玩具 居然在她不注意的时候 变得怀然一心 简直让她生气 随即而来的是更大的沙尘暴 有肯赶紧让大家趴下 但已经来不及 眼看着莱迪莎就要被卷进去 她不禁在心里喊着迪特里安 突然一只手搂住了她 你没事吧 有个人顾住了她 她努力睁开眼视殿下 是迪特里安救了她 刚才沙尘暴就在眼前 她却无法动摆 要不是迪特里安 她一定会被卷走 为了不成为雷震 出城以来她一直小心翼翼 没想到还是拖了后腿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场声势浩大的沙尘暴 终于结束 而且来得毫无征兆 就像血盆大口的恶鬼一样 仿佛要一口将莱迪莎吞掉 这让迪特里安感觉很奇怪 还好只是蹭破了点评 与此同时神功能 诺埃尔快气炸了 主人和使团已经离开了手部 连奥文也走了 只剩他孤零零零 接到护送使团的任务 他每天都高兴地睡不着 可就在今天凌晨 奥文说因为神域的关系 他护送的任务取消 但他更无语的是 代替他的人竟是特努亚 最喜欢欺负他主人的内容 一想到莱迪莎大人 受过的那些 他浑身的血液都在肺炮 特努亚一定会伤害 他的莱迪莎大人 说什么都要去守着 直到奥文诚恳地说 我会保护好莱迪莎 请你一定相信我 况且他这样做 很容易引起圣秘的怀疑 让莱迪莎陷入困境 诺埃尔这才点头 毕竟莱迪莎只有他一个语义 虽然他很清楚 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 但一想到那个家伙在主人身边 他恨不得亲手杀了特努亚 可是他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因为羽翼神力的强弱 是由觉醒顺序决定 他排行老九 怎么打得过老二呢 想到这里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他真的是第九个羽翼吗 王妃被风刮伤了脸 必须停下来处理一下才行 莱迪莎说什么也不愿意 他不想成为使团的雷阵 迪特里安只能说整顿行李 因为刚刚被沙尘暴吹散了不少 使团们都竖起耳朵 一听殿下这么说 马上瘫倒在地不是说腿软 就是背包坏了 殿下 我们请求原地休息 还没等到回应 就叮令光芒拉起了帐篷 莱迪莎一脸懵 这是像很累的样子吗 稀里糊涂的就被迪特里安拉进了帐篷 这可把特努亚这个变态气的要死 如果不是那个家伙在 他早就把莱迪莎漂亮的脸蛋滑烂了 骂骂咧咧的抱怨 奥文很不爽 不好好工作就算了 还觉得好玩招来封杀 我可以理解你想违抗圣女吗 拔出长剑准备单挑 特努亚还没有见过他这样 嘴上说不怕 心里却很虚 虽然羽翼神力的强弱 是觉醒顺序决定 可也会受到圣女和本人的影响 奥文无疑是圣女最器准的 如果打起来 他也没有失足的把握 只好服软说没做过顾问 有点不适应而已 奥文无语的收回了剑 本以为能消停一会儿 怎料这个变态居然想要莱迪莎 想要留在身边慢慢折磨 要么让他离开 要么把莱迪莎交给他 奥文一直是一根筋 从不违背圣女的意愿 所以特努亚才笃定 奥文会把莱迪莎交给他 我可以答应你 奥文果然同意了 他一副得逞的嘴脸 要马上去找莉亚头 没想到奥文是让他去玩两天 这还是那个指定 圣女命令的死脑筋吗 突然开枪 让他有些不自在 不无所谓了 反正他现在已经获得了自由 特努亚刚走 奥文只好给那个变态找点事情 让奥文只好给那个变态找点事情 让奥文去唤醒几只沉睡在地下的魔物 精灵有些担心 圣女知道了不会放过主人吧 这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要承受誓约之痛 特努亚之所以乖乖听令于圣女 就是怕承受这撕心裂肺的苦楚 奥文欲言又止 趁着百姓们还没受伤 你赶紧去吧 送走了精灵 他就纵苦的跪倒 其实他早就违抗了圣女的命令 圣女交给他的任务 不是护送而是屠杀 他却骗了特努亚 不仅是因为诺埃尔的嘱托 还因为那一晚 莱蒂莎叫他名字的时候 耳边突然有个声音 他才是你唯一的主人 你要遵从他的意志 他才明白诺埃尔说的是真的 在射界界时神力突然消失 在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做到 说不定莱蒂莎 将会成为他新主人的第二位圣女 身上的疼痛让他窒息 他无法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莱蒂莎 因为他的耳边总会传来另外一个声音 别被莱蒂莎骗了 你只有约瑟分那一个主人 丈夫对他很温柔 他却觉得自己不配 明明一起经历了沙尘暴 丈夫依然那么帅那么光彩照人 只有他变得灰头土脸 莱蒂莎心脏越跳越快 只是帮他上歌要而已 他就因为丈夫温柔的动作和眼神 产生了想要吻上去 被抱在怀里的冲动 甚至想要更进一步 他只觉得扫得慌 居然以这副狼狈的样子 幻想这种羞耻的行为 俩口子的小甜蜜 都被躲在帐外的骑士们偷听了去 隐隐约约听到王妃说吃什么都可以 自从得知王妃是艾诺克的救命恩人后 巴内沙几人组就想对王妃好 想得到王妃的宠爱 可从帝国出发前 有肯就警告他们不能离王妃太近 因为魔物笑起来都比他们好看 一群大男人郁闷的要死 只是还没偷听几句 就被自家殿下发现 巴内沙几人尴尬极了 打着哈哈说要去做饭 我明明劝过他们不要来的 结果你却站在离帐童最近的位置 艾诺克没想到殿下 一点面子都不给 不过狄特里安一点也不生气 使团们这么重视莱蒂莎 他比谁都高兴 只希望真相被揭开时 使团们还能这样 他揉了揉艾诺克的脑袋 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事 才是最可信的 比起传闻你更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 艾诺克虽然不太明白 但当他见到王妃第一面时 就断定那是个天使 这也是使团们的想法 一听说王妃饿了 就热火朝天地做起了饭 这是王妃第一次吃他们做的东西 必须拿出看家本事 让王妃吃好喝好 看着丰盛的食物 莱蒂莎两眼放光 钱是给他吃的可不是这些 他有点不好意思 生怕狄特里安为了让他吃好 和部下产生隔阂 因为受伤他已经耽误了队伍赶幕 这样的待遇 他实在受之有愧 狄特里安不明白 这只是一分简单不过的蔬菜浓汤而已 为何觉得自己不配 他本以为莱蒂莎只是不喜欢别人的好 可现在看来 莱蒂莎更像是认定了每个人都恨他 或许站在他的角度是理所应当 毕竟是圣女的女儿 狄特里安郁闷的要死 他原打算回到公国 再告诉莱蒂莎 自己早就在哥哥信中听说了他 只是狄特里安还没做好河盘脱出的准备 但他可以肯定的对莱蒂莎说 他们没有一个人恨他 而且今后只会有好事发生 我会努力让你变得幸福 虽然无法保证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喜欢你 但我一定会让公国的人都爱你并且珍视你 如果你愿意 就让我的余生来守护你吧 莱蒂莎强忍着泪水 震惊的同时心里又暖暖的 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吧 狄特里安的温柔让他破防 每一句话都好像在填补他内心的创伤 遇到狄特里安 简直就是他生命里的奇迹 他也想为他做点什么 记得上一试 巴内莎因为自尊心作祟 失去了一条腿 也断送了骑士生涯 所以趁着狄特里安外出视察时 他找到了巴内莎 并想单独去见奥文 想求他治好巴内莎的腿 只是不知道会不会答应 可他还没找上门 奥文就先找到了他 因为刚刚他听见莱蒂莎在呼唤自己 听说要给巴内莎治腿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迫切地想要帮助眼前这个女孩 莱蒂莎也将母亲如何对她 如何让她背黑锅的真相 一一讲给了奥文听 这让奥文想起了 第一次见到莱蒂莎时的场景 他瘦弱得好像风一吹就会抖 这样的人怎会是杀人魔呢 圣女却说别被虚伪的外表所迷惑 还和特努亚把女孩带进了房间 奥文你在干什么 应该去解救你真正的主人 并惩处那些伤害他的人了 奥文愣住了 可这时另外一个声音 却让他别忘了约瑟芬呢 才是他真正的主人 思绪回到现实 他的主人到底是谁 退下 迪纽特竟出现在他身后 为他驱散了身上的恶魔 奥文瞬间醒悟 他真正的主人是莱蒂莎 自己却被蒙蔽了这么久 那一刻莱蒂莎的第二羽翼诞生了 女神降临男人身后 一生退下去赶了黑暗 男人突然一阵揪心的痛 真正的主人就在眼前 他却被蒙蔽了那么久 那一刻 莱蒂莎的第二羽翼终于觉醒 而在这之前 使团一行人在沙漠不停地打路 巴内莎快欲闷死了 因为他以前总是吵着闹着要杀了圣女 团长根本不给他接近王妃的机会 还说他们长得太奇葩 怕王妃承受不住 他憋屈死了 他和艾诺克 明明是使团里最好看的两个人 经过几波分析 他得出一个结论 王妃肯定是被其他人给吓到了 可他俩肯定没有关系 所以趁着公王外出查探 他们决定绕过团长的视线 先这样再那样 他俩就能得到王妃的权 两个自恋鬼越说越开心 没想到王妃却突然盯了鬼 那个眼神 好像在寻找什么秘密一样 他该不会听到咱俩说的话了 不可能听得到啊 俩人瞬间尴尬到抠出了三十一听 不仅对自己外貌过于自信 还想霸占王妃独家宠爱 要是真的被听到 岂止是要完蛋 还要命 果然刚到晚上歇下来 王妃就找上了门 巴内沙心里咕咚一声 还不等王妃说话 他就跳了起来 大喊就对不起 我真的没觉得自己长得好看 虽然我们很想霸占您的宠爱 但更为你选择公国而开心 宠爱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莱迪沙丁的满脸懵 原来是因为他救了艾诺克 所以大家心里都很感激 而且他还代替圣语女儿嫁了人 殿下才能没能娶到 那个恶毒的女儿 这让他更加懵了 救人的是他从来没对谁讲过 他很奇怪巴内沙是如何知道 还有代替圣语女儿 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会 难道是狄特里安吗 为了保护他 竟然不惜说谎骗了大家 原来狄特里安和自己一样 都在默默保护着对方 眼泪不停在眼眶里打转 他好想马上冲进狄特里安的怀里 但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治好巴内沙的头 可巴内沙依旧死不承认 还想跳起来证明自己已经痊愈 你到底要隐瞒到什么时候 莱迪沙不得不搬出了狄特里安 巴内沙这才慌了 因为他不想给殿下添麻烦 虽然这里有两个很厉害的鱼翼 只要轻轻动动手指 他的腿就能马上痊愈 但他不想接受 必想到可爱的外甥 就是被那些人残忍的杀害 他宁愿这条腿不要 也不要接受帝国人的帮助 他无助地恳求着 请民就装作不知道吧 嘴上虽然这样说 其实他也很害怕 害怕失去腿后该怎样去守护 但让他更害怕的是 自己会屈服于恐惧 然后去向神官们摇尾起怨 可对不起 莱迪沙坚决回绝了他的盘求 就当是为了你的姐姐 你还记得姐姐的遗言吗 要过好自己的人生 你怎么会知道我姐姐的遗言 巴内沙满脸的不可置信 莱迪沙并未回答 在他看来 只要暂时放下自尊 就能继续守护更重要的东西 而且身为殿下的骑士 你难道要扔下他吗 在他最需要你是 扔下他一个人独自守护公共 一字一句都触动着巴内沙 硬汉的心逐渐变得柔软 他能感受到王妃很破气 那只轻轻拍打他肩膀的手 好像要把他拉出仇恨的深渊 此刻的心情 他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尤其是听到王妃要为了他去下跨 他心急如焚 这绝对不行 想起婚礼第二天 那些帝国骑士竟然叫王妃死丫头 他恨不得去把那些人的嘴撕烂 如果去求雨 说不定会有更过分的要求 所以绝对绝对不不去 他急切的心 这已不是第一次 当看到殿下为救别人下跪后 还说是作为公王该做的 他就很讨厌这样没用的自己 只能把无能为力的事寄托于希望 只要公王和王妃不再为任何人牺牲 他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你真的愿意只为他俩而活吗 一道声音突然传入脑中 是谁 到底是谁在说话 为了报答仇人的女儿 他决定出卖自己的灵魂 这份真挚感动的女神 你真的愿意只为他俩而活吗 他竟担心起他的安危 真的谢谢你 但他还是坚持要去 只要能帮到大家 就在巴内莎感动的不要不要时 团长拿着王妃的围巾出现 这才从王妃口中得知 巴内莎为了不让大家担心 竟然一直隐瞒脚上的伤势 气得团长想直接打断那条缺头 但巴内莎也是要面子的 他只好先让其离开 听到王妃想要去求雨衣 他不禁有些担心 在那些人眼中 王妃甚至不如低贱地吓人 别担心 我可是约瑟芬那唯一的女儿 提起高贵的身份 莱地莎忍不住苦笑 见团长丝毫不意外的样子 他就明白 团长早就知道了真相 但眼前最重要的是 只好巴内莎的腿 虽然他说得十拿九稳 却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毕竟奥文是母亲的语义 万一被拒绝 他甚至都想到了搬出诺尔 唯独没想到 奥文自己找上了门 还爽快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开心的同时又很意外 奥文为什么愿意帮自己 难道是因为诺埃尔吗 诺埃尔还好吗 想试探诺埃尔被换成特努亚的原因 也许是圣女殿下觉得 诺埃尔不适合这次的任务 这才替换成特努亚来护送使团吧 奥文的说辞 他一个字也不信心 特努亚作为母亲的筷子手 怎么可能接受护送的任务 除非真正的任务不是护文 而是屠杀使团 可奥文的举动又很反扬 他竟然会违反母亲的命运 是为了深爱的诺埃尔 还是因为他手上 伊丽丝尔的高仿所多 为了确认心中所调 他决定赌一次 我是你的主人吗 奥文瞳孔猛然一否 没想到莱蒂莎会这么直接 但他根本分不出 谁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一直在找答案 可一直义无所多 所以他选择顺从自己的内心 苍白的脸色 颤抖不停的手 莱蒂莎惊讶极了 奥文竟然受到了誓约之痛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越发对自己感到怀疑 还未觉醒的自己 是否真的是胜利 明明奥文已经很痛苦 他还在自私的想着 对方因为太痛 无法治疗巴内莎怎么办 要是和母亲二选一 奥文不选自己怎么办 这样的想法 扫得他脸通红 纠结了许久 他终于鼓起了勇气 将自己如何被母亲污蔑 如何被诋毁的 所有真相说了出来 只求奥文 别再把他当作杀人魔 眼看物会一一解开 帐篷外却打起了家 原来团长和王菲的对话 被顺丰尔巴内莎拼了去 王菲真是圣语的女人吗 在他的大嘴巴下 一不小心 使团所有人都听到了 颁奖开口要解释 有人不乐意了 圣语的女儿能是什么好东西 什么被虐待 说不定是那个女人编造的谎话 巴内莎其实也不相信 可听到王菲被人骂 他想也没想就攥住了对方的衣领 这边一波未平 那边一波又起 属下来报 唯一的泉水被其克洛斯之毒污染了 而迪特里安还没回来 莱迪莎担心坏了 难道又是特努亚干的吗 男人只是吻了一下妻子的手 银色手镯竟发出亮瞎眼的光 随着刷的一声 小小的黑色盒子浮现在眼前 迪特里安知道 这是哥哥 是他一直抬头仰望的哥哥 没想到在相见时 哥哥却只剩下这一小盒灰烬 是莱迪莎救了你 哥哥 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悲伤的同时 对莱迪莎的爱也越来越深 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 已经到了无法自持的地步 没想到他不在的一天内 莱迪莎不仅发现了巴内莎的腿伤 还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去请圣女的羽翼帮忙 而且还是一个人去 就算属下再怎么解释 他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骨了 自从他们踏上沙漠 羽翼们就招来了风暴 甚至在泉水中下毒 而且刚见到羽翼 莱迪莎那张一样的脸 想必也知道自己随时会有危险 可还是单独和羽翼见了面 看着睡得像投猪的妻子 他心疼死了 应该早点说清楚的 他捧着哥哥的盒子 从和莱迪莎的初次见面 再到莱迪莎被打得昏倒在地 包括那间破烂到 连老鼠都没有的宫殿 他平静地将一切 告诉了使团里的每一个人 就连之前嚷嚷着王妃恶毒的骑士 也溢出了悲伤的神色 误会不到半疾就解开 大家都很开心 巴内莎其实不愿相信 圣女的女儿会这样善良 可她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 似是圣女折磨女儿的场面 所以她才改变了想法 而另一边的神宫内 此时却人心惶惶 自从神域出现后 圣女不仅没出席女儿的婚礼 还一直都没出过房间 大家开始怀疑那道神域的内容 想要去问又没那个胆量 只好拉来诺埃尔 说不定圣女会开门呢 真是烦死了 诺埃尔一心都扑在莱迪莎身上 担心特努亚那个家伙会不会使坏 至于圣女是死是活 她才懒得去管 可想到奥文在帮她照顾主人 她就觉得自己很自私 忽然传来一声尖叫 是约瑟芬的 她很不情愿地冲了过去 拔出骑士的宝刀 一刀就卡了上去 没想到门早被圣女用神力封锁 她一边嫌弃这女人花样多 又一边让人往后退 毕竟只有照顾好圣女 才能给奥文一个交代 她不顾大家的风凉话 将神力护聚守心 确实在门内的圣女 早就被神域的内容折磨得脑挖头 那句等待她的结局 只有惨不忍睹的死亡 让她整晚不能安睡 随时担心着神力会消失 看着手臂上的伤痕 她有神经兮兮的笑容 所以必须要先下手为强斩草处根 可她虽然能让公王失去一切 却无法直接杀掉 就像龙惧怕因果报应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威胁 不能杀掉她是一样的道理 但她有特努亚 一想到使团的人全被消灭后 公王伤心欲绝 莱地莎被折磨的样子 她就相当的开心 只是不能亲眼看到实在可惜 想到这里她划破手心 决定发动诅咒玩一玩 反正龙之前阻止她是受了重创 她笃定龙不会再出手 一滴一滴的血滴落在法阵上 发动着最强的诅咒 要来地杀七窍流血求死不能 反正通过之后 奥文可以帮忙治好 怎料诅咒刚发动 门就被打一个大窟窿 诺爱尔 你这是干什么 女人隔开手掌 放血三百斤 你以为她疯了 可她只是发动诅咒玩一玩 女儿越痛 她就能获得越大的快感 突然疯疯一声 房间大门变成了大窟窿 她狼狈的样子 成了诺爱尔心中靓丽的风景线 却还得假装很担心 哎呦喂 圣女殿下您没事吧 本来圣女很生气 但看到她力量变这么强 还对自己这么忠诚 心中的无名火也随之消散 甚至得意到妄想杀了神龙 而此刻的龙也想杀了她 因为替莱蒂沙承受了诅咒 龙刚刚吐了几十斤老血 刚想站起来 又被石头绊倒 脸条下摔了的大马趴 还被好几友嘲笑的不停 真是人生无常 大长包小长啊 看着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 她又想起了过去 西格大人您知道吗 据说人死后会变成星星 有家人的陪伴就不会孤单了 女孩寄托思念的话 她实在搞不懂 人类为什么要思念已经去世的人 难道能让家人起死回生吗 如果想见的话 刨开坟墓不就能见到了吗 可不久后她就明白了 因为她爱上了那个女孩 即使人类只有短短几十年 她还是选择和女孩结婚 还一起建起了一个国家 直到数十年后 女孩在她眼前闭了眼 守着女孩的子孙后代 变成了她唯一的未解 但最后她还是不得不离开 然而迪纽特却一直坚持守护自己的子民 她也相信迪纽特能照看好她的后代 只是约瑟芬那成为圣女后 所有的事情逐渐失控 可惜她不能直接杀了那个疯女人 不过从今天的诅咒强度来看 疯女人离死不远了 女一的觉醒是在遇到危险时被激发 同样的 圣女的觉醒也是这个原理 自从得到泉水被下毒的消息 莱蒂莎就担心得要死 直到那道报平安的红色烟花亮起 她才如是重负瘫倒在地 从那晚到现在已经沉睡了三天三夜 没办法 迪特里安只好背着她胆布 迷离呼呼中醒来 看到自己成了丈夫的负担 还安慰她再忍一忍 她愧疚急了 你就直接把我扔了吧 怎么可能 这辈子我都不会丢下你的 听着丈夫的话 怀着自责的心 她又沉沉睡了过去 梦里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 我一直都想见 莱蒂莎 我们终于见面了 跪倒在女孩面前 磕头磕的地动山摇 只为祝贺主人顺利觉醒 女孩害怕她把脸弄脏 可她是一个罪人 不配拥有这样的命运 因为在主人遭受毒打 被扔到大雪地里时 她却在旁边刻瓜看戏 这和长乡寺里的虾表哥有什么区别 就算死一千回也无法饶恕 鲜红的液体顺着额间滑落 她要赎罪 你干脆废除我第二羽翼的身份吧 莱蒂莎刚开始还愣了愣 这突然下跪是干嘛 但现在她知道了 奥文是她的第二羽翼 你起来吧 这是我的命令 看奥文依旧不肯 她笑得一脸灿烂 原来我的第二羽翼很执着呀 要是废除了身份 不知道诺埃尔得多难过呢 俩人坐在喷尺旁 莱蒂莎讲起了连诺埃尔都不知道的梦 梦里诺埃尔不仅帮她逃跑 还和爱人反目成仇 甚至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可重来一次 诺埃尔依旧选择了她 每次想起她就觉得很愧疚 所以请你不要放开诺埃尔的手 还有就是谢谢你 成为了我的羽翼 虽然她说的只是一个梦 但奥文感受到了那份难以忍受的悲痛 究竟是梦还是真实发生过 她不禁产生了怀疑 而有了她和诺埃尔的中心 莱蒂莎现在也能支配水和风 她期待极了 第一次见到伊利斯尔时 她还以为是废品 没想到不仅帮了自己很多 还能使用女神之力 奥文说这个东西 也能将期待的愿望变为现实 这是伊利斯尔存在的意义 可听到这个消息 她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她希望和狄特里安幸福地在一起一辈子 但这个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 记得母亲给她下诅咒时曾得意的说过 诅咒承载着独家精髓 连女神来了也不管用 她想活 狄特里安就得死 前世的悲剧 就是因为她想活的贪念引起 她真的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 可这一次 她成了女神的代理人 还拥有了两个语义 稍微幻想一下应该没问题吧 万一有奇迹呢 她就可以和狄特里安相守一生了 这样想着 她是去泪珠不禁笑了笑 从未体验过母爱的她 很渴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那是她真正意义上的家人 而且也能治愈狄特里安孤独的心 想到这里 她问奥文什么时候求婚 奥文被突然的疑问羞红了脸 可下一秒 就让莱蒂莎做他们孩子的教母 好家伙 这还没结婚 连孩子的守护人都找好了 莱蒂莎却一脸的为难 也不是不愿意 只是那时候她可能已经死了 更何况公国离帝国那么远 她恐怕不能尽到责任 怎料话刚说完 奥文就给了她不能拒绝的理由 因为主人在哪语意就在哪 也就是说 他们会一直生活在一起 最近接连不断的好事 让她觉得美得像一场梦 看到迪特里安找来 感受着那份担心 她觉得自己越来越贪心了 活下去的理由越来越多 放不下的人也越来越多 她思绪乱飞之间 迪特里安突然转过头 大家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进去吧 看着伸过来的手 她犹犹豫豫不敢答应 其实刚刚接到奥文件一面的飞碟传书 她赴约的路上 就在门缝看见 使团的人开开心心的准备派对 应该是谁过生日吧 为了不扫兴 她加快脚步远离了那里 没想到迪特里安会发出邀请 我真的 可以加入吗 八岁的她被亲妈虐待了十九年 今天却被一群外人温柔以待 为了欢迎她加入公国 大家命令准备了这场派对 就连曾经大骂她的人 也当众真诚的道了钱 第一次被大家这么在乎 莱迪莎满脸不敢信 我可是圣女的女儿 大家相识一笑 都说相信她的为人 让她不争气 想要活下去的心越来越烈 今天 她喝得很开心 在迪特里安怀里 笑得像一个天真的花季上了 蹭着迪特里安脸上的温度 竟然在怀里睡了过去 迪特里安将她小心翼翼放下 看着睡得很香的人 她满满的心酸 虽然今天大家都很开心 但她始终不明白那句 我知道我不该抱有希望 可我真的不想放弃 说得好像必须要放弃什么一样 她当时就好像马上问清楚 只是看莱迪莎嘴硬的样子 肯定不会对她实话实说 她知道 看似幸福地笑 其实在掩饰内心的悲伤 她守在床边落寞极了 不 不行 莱迪莎突然哭着大喊大叫 直到听到丈夫的声音 牵着丈夫的手 她才从梦中惊醒 你是做了很可怕的噩梦吗 是啊 确实很可怕 她梦见了丈夫死前的最后一个背影 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 迪特里安小时也经常从噩梦中惊醒 不过她有一个小妙招 那就是创造美好的记忆 去冲淡之前的痛苦 她突然表现得这么主动 难道这是在梦里吗 莱迪莎的话 倒是给了她灵感 牵着媳妇的手 给了温柔的一碗 告诉莱迪莎这是梦 梦里什么都能实现 所以你可以把想得到的 不得不放弃的 以及最害怕的东西都告诉我 在她的忽悠下 最久的莱迪莎 模模糊糊想起最亲近的 想起最想得到的东西 我想活下去 我真的不想死 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 因为母亲给她下了祖状 半年后就会死 迪特里安懵懵 作为母亲 怎么能对女儿这样啊 想要问清楚一点 可莱迪莎已经睡得不醒来时 她一把将其抱在怀里 既心疼又愤怒 巴不得立马杀了那个老女 又害怕那女人死了后 诅咒永远都无法破解 现在想想莱迪莎 那个半年后离婚的月底 原来是想离婚了孤独的死去 如果发现她知道了真相 说不定会直接离开 所以她还是装作不知道为好 凌晨的微光亮起 莱迪莎被脑袋疼起 回想昨晚幸福的画面 她像童话里的公主被爱包围 可幸福感越强烈 她的心就越痛 真的真的不想死啊 无力的流着泪 没想到被迪特里安撞见 她连忙表示自己做了噩梦 又一个谎言 又一次欺骗 让迪特里安做了一个决定 从现在起她要随心所欲了 牵着媳妇的手单膝跪顶 我可以闻你吗 还不等对方反应过来 她就迅速凑近 心停点水揪了一口 你感觉怎么样 明明爱惨了对方 却注定只能活一个 因为母亲下的诅咒 她现在只剩半年可活 酒后不小心说出的秘密 迪特里安第一次 有了打丈母娘的冲动 可让她最痛心的 是媳妇清醒后的欺骗 甚至总是距她千里之外 既然这样 那她也不想再忍耐下去 冲上去就揪了一口 比起说离婚那晚的吻 这个吻又是怎样的感觉呢 看着媳妇红透的脸 虽然没任何表示 但她已经懂了 一把握住纤细的手 每一个吻 既温柔又那么热烈 只希望在短暂的甜蜜中 莱蒂莎能够暂时忘掉 不愉快的过去 她深情的眼神 充满了占有欲的危险气息 可就算感到些许害怕 莱蒂莎还是想更近一点 所以请再给我一个吻吧 终于度过了甜蜜的一夜 迪特里安却很难过 她默默向神祈求 只要能救活莱蒂莎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怎料耳边竟真的响起一个声音 不能再重蹈覆辙 或许是WiFi信号太差 那声音断断续续有些卡壳 你到底是谁 她迫切地想看清说话的人 却在瞬间回到了奇诺斯宫谷 王城内大雨不断一片昏暗 轻轻的下属死在了她眼前 但无论再真实 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可腹部传来的剧统 甚至让她没力气再站立 你想活下来吗 求我呀 当看见丈母娘邪恶嘴脸那一刻 她大骂着恶魔 想扑上去嘎了她 怎料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更气人的是 她现在连一把锋利的剑都没有 丈母娘还让她放弃来地杀的命 来还她活下来 原来这就是解除诅咒的方法 她不禁哈哈大笑出声 摸起一把残剑 笑着对准了自己的下巴 布满血迹的脸庆幸极了 约瑟芬那里输了 把老丈母娘气出了事 当剑刺进喉咙那一瞬 那真实的痛感 狄特里安不禁怀疑 那真的是梦吗 不能再重蹈覆辙的话再次想起 她终于意识到 那个声音是想帮自己 虽然不知那个梦的前因后果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解除诅咒的方法 就是要她的命 这确实是向丈母娘能干出来的事 想起莱地莎之前 替半年后就离婚 沙漠中求她丢下自己的话 原来莱地莎早就知道方法 却放弃挣扎反过来守护她 难道是因为哥哥吗 可不管原因怎样 她绝不会让媳妇去死 是个畜生 昨晚把媳妇骗到手后 今早却说只是个玩笑 没想到郑重莱地莎的心意 开心的像个孩子似的 虽然昨晚很甜蜜 但醒来后她就后悔了 万一被看得更重了怎么办 一想到死后 狄特里安崩溃的样子 她就要疯了 甚至不敢转头 面对心爱的人 磨磨蹭蹭终于把衣服穿好 却又解开扭扣 想拖延时间 怎料被当场抓包 她胡扯是扣错了扭扣 但对面的人又不傻 算了 她决定做一回渣女 想说昨晚的事不必当真 可刚说一半 狄特里安竟抢先说了同样的话 还说那种事没有任何意义 她觉得意外的同时 又有些失落 因为狄特里安不是会说谎的人 但这正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她怎么会想到 那个老是芭蕉的男人 为了能更靠近她一点 竟然已经学会了说谎 既然都骗了 那就再骗一次吧 狄特里安吞吞吐吐 我能拜托你一件事吗 毕竟自己是一国之主 无论是平时的一举一动 还是婚后的生活 都被大家密切关注着 所以她想来地杀配合自己演戏 能够天天都供用一个房间 见媳妇爽快答应 她紧张的小路乱撞 得寸进食又提出一个请求 你能在接下来的半年里 假装很爱我吗 要是能在人前表现得很难 相信关心她的人也能安心些 那要怎样配合呢 她一本正经 比如时不时的拥抱 或者接吻 低难着互诉爱意之类的 终于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她觉得幸福得像做梦一样 但她没想到 媳妇会答应得这么爽快 俩人密谋完毕 就手牵手万步在花园里 为了像不远处的三个电灯炮炫耀 她还主动搂上了腰 将媳妇紧紧抱在怀里 明明心里都开心得快疯了 却又不能表现得很明显 怎料媳妇比她还要猛 娇羞地依偎在她怀里 嘴上却觉得这样还不够 毕竟不是恋人也可以拥抱 莱蒂莎心中小鹿不停乱撞 我想每天都问你一次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你是认真的吗 看迪特里安激动的望远 是觉得一天一次有点爽啊 那要不要再平凡一点 还没见过这么谈恋爱呢 都想骗对方自己不爱 却又都付出了真心 甜蜜的样子 把一个两个羡慕的 都巴不得原地谈一场恋爱 但在城堡另一边 却是犹如地狱的修罗场 城主的儿子满身血子 都要断气了 还眼巴巴看着原本 该放着圣杯的地方 城主抱着儿子哭得稀里哗啦 您究竟想得到什么 特努亚这个老六却不屑一笑 因为她已经得到了 五公主第一次展现出真正的身影 就让整座城陷入了恐慌 无论是湿透衣上的水 还是深不见底的湖泊 镜都在瞬间消失不见 就好像从没存在过一般 莱蒂莎昨晚半夜醒来 还没来得及钻进丈夫的怀抱 风之精灵就找上了门 虽然精灵一脸的开心 但她知道城里一定出了事 可没想到特努亚那个老六 竟然杀了城主的儿子 还抢走了守护这座城的圣杯 好在奥文及时就职 城主的儿子总算捡回一条小命 只是圣杯的事却很棘手 这座屹立在沙漠中的城市 所有的水都全靠圣杯生产 却在他们到来之前 就已经开始损坏 城主父子因为害怕被圣女问罪 将所有的人都骗了 本想找圣女的羽衣帮忙修复 怎料却找上了嗜血成性的第二羽衣 就连特努亚自己都觉得这对父子蠢透 不过现在不是讨论智商的时候 奥文很清楚 等到城里所有的水都干苦 百姓们失去理智时 特努亚就会将圣杯损坏的罪物 都推到公国的身上 然后正大光明地灭了整个使团 现在肯定在等待实际的到来 所以精灵才会在半夜找上莱蒂莎 只要她允许 奥文就能秒了那个老六 莱蒂莎却犹豫了 想起被特努亚虐待折磨的那些日子 她直到现在都还后怕 可她已经不是任人宰割的小女孩了 想守护的人正处在危险中 特努亚必须要除掉才行 但她不同意精灵的请求 并不是因为她心软害怕 而是不想奥文牺牲自己 羽衣之间相互厮杀 不是背叛就是抗命 一旦被圣女察觉出一场 还在圣女身边的诺埃尔该怎么办 难道眼睁睁看着悲剧再次发生吗 我为了这俩人的幸福 她决定亲自除掉特努亚 其实都被装睡的男人看得一清二楚 这究竟是梦 还是上天的考验 迪特里安差点没把持住 于是在爱诺克起床时 就看到了满脸疲惫的殿下 甚至一个人搬完了一个团的东西 不会是被王妃半夜赶出来了吗 当大家为再次上路忙碌时 莱蒂莎也没有闲着 昨晚交代精灵的事已经顺利完成 城主已经答应全力相助 还带着护卫队要和使团一起上路 看着城主虽憔悴却坚定的眼神 说不定真的会有意外惊喜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他将手放进喷泉池中 心里诚心祈祷着 请赐予我力量把拜托了 随着意念的发动 一颗颗水珠像是有了灵魂 快看看我 快给我们施展力量的机会吧 水珠们不停向他求关注 身体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势力 如果你们真的愿意跟随我 就让我看看你们的意志吧 话音刚落 喷泉里的水散发出阵阵光芒 接下来便发生了开头那一面 污水在瞬间被抽干 没有了水 百姓们也疯了 他们的命根子竟然也不见了 安美高烧90度一次 力量就会变得更强 还能见到身为神女的母亲 原来在使团继续上路后不走 莱蒂莎就用神力吸走了全程的水 可身体却在瞬间垮掉 虽然和丈夫一起骑马很开心 但胃里的翻涌 她觉得自己快死了 本以为一头扎在丈夫怀里会好些 怎料周围的声音逐渐微弱 她的视线也变得模糊 突然一头乌黑的金发飘动在眼前 好久不见了莱蒂莎 竟是女神顶纽克 也是莱蒂莎真正的母亲 比起好奇女神大人出现的原因 她更想知道自己怎么了 身体突然难受的像吃了屎 她担心是出了什么问题 却怎么也没想到 是自己的力量又变得更强 毕竟才刚觉醒水之力 身体还在适应的过程 这是力量还不够强的表现 而且吸走的无数小水珠 都在拼命吸取她的力量 距离洛桑厅城堡越远 被吸取的力量就越多 所以她才会觉得浑身体 但只要水珠能回归远 她的力量不仅会立马 还会变得更强 哪怕是现在 她的力量也在不断变化 所以女神才能出现 这么高兴的一刻 打算送她一道神域作为祝福 可这道神域一旦送出 女神又会陷入沉睡 但她还是那么做了 脑袋贴在女儿额头 请一定记得确认 吉利欧德家族的梦境 随着话音落下 莱蒂莎也终于睁开了双眼 浑身顿时充满了力气 她知道这是女神的帮助 可吉利欧德家族的梦境是什么意思 正想的入神 一阵脚臭吹了过来 这是一股无比熟悉的气息 一抬头 果然是特努亚那个老六 那么邪恶的嘴脸 竟还问莱蒂莎有没有想念 真是让人觉得恶心 在莱蒂莎的记忆中 母亲总是把她暴打一顿后 问她有没有感受到什么 她那时虽然不明白 但为了少挨打 她还是撒谎感受到了某种力量 可也就是这句话 让她彻底堕入了地狱 母亲像是神经病爆发 把她交给了特努亚这个残暴的家伙 不仅日复一日折磨她的身体 还摧毁着她的精神 所以她害怕一切 即使对方是温柔的狄特里安 也被她视为毒蛇 哪怕是狄特里安死前的最后一眼 她也没有打开心门 上一世悲惨的遗弃 可以说都拜特努亚所辞 那种刻在骨子里的骨骑 直到从公国出发也没有消失 但现在不一样了 看着正和魔兽大战的使团 是她发誓要拿命去守护的人 坚定的眼神中不再害怕 这一次 她要亲手赶了这个老六 五公主第一次展示出真正的实力 就让赶人诚狂的变态打寒 甚至连体内的神力都无法控制 曾经只会躲在角落瑟瑟斗的女孩 现在已经不再惧怕 毕竟她才是真正的圣女 而眼前这个人 只是冒牌母亲身边的冒牌货 面对冒牌货的挑衅 莱地莎露出了淡然的笑 叫着特努亚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把特努亚直接惊出了痘痘眼 你这是在跟我说话吗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 只不过才幸福了一下而已 就把我们之间的往事忘了吗 怎么可能忘了 那些难忘且痛苦的记忆 越是回响 莱地莎就更加确定 她要亲手除掉这个毁掉自己 还妄想伤害她所真实人们的老六 随着她一声巨响 一阵黑色旋风将俩人包围 那是特努亚体内所有的力量 可她却无法操控分毫 而被她践踏在脚下的女孩 此刻犹如神明坚定地挺立着 可莱地莎怎么也没想到 特努亚使用的邪恶力量这么强大 要是渗入附近魔物的体内 那将是使团们的灾难 眼看已经来不及 没关系 她带着伊丽丝尔手镯伸出了手 接触特努亚的瞬间 耀眼的金光释放开来 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 让特努亚不禁哆嗦 感受到力量在不断消散 她疯了事的一把抓住 死丫头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怎料一口老血猝不及防喷出 特努亚 你最好尊重我一点 莱地莎的这具低男 仿佛击中了特努亚的灵魂 在无形的威压下 她双膝不禁跪倒在地 这一刻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真的要死了 求你 求求你了 我不想死 她像狗一样卑微地哀求着 就像曾经的莱地莎一样 也是不停地恳求 只为多活一天 莱地莎将拒绝的话如数奉还 今天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话音刚落黑色旋风也随之消散 眼前这一幕 正在和魔物战斗的奥文震惊了三秒 狄特里安也终于来到西夫身边 刚刚那阵具响后 她就担心地扑上龙卷风 却怎么也无法靠近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莱地莎顺势将特努亚抢走圣杯的事说出 奥文也在一旁一唱一和 城主更是亲口正式 特努亚想狡辩 可根本发不出声音 只能干瞪着眼睛 看着他们在自己眼睛演戏 不仅把损坏圣杯的罪名安在她头上 还要把她交给圣女处置 她瞬间救急眼了 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喊一派胡言 圣杯早就坏了 只是拿走了本来就没用的东西 又怎么会是她让洛桑厅陷入危险中 她这辈子从没这么委屈过 说着还将矛头指向城主 你说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城主顿时心虚地说不出话 怎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城中的百姓骑马追来了 抬手压制了神的力量 还让一座城的水在瞬间消失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圣女 发现真相的特努亚蒙了 却还来不及开口 就被一个人类就地斩杀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稍微动脚趾就能将他们大卸八块的羽翼 怎么就这样轻易地死去 当城里的百姓追出沙漠 大家才知道 洛桑厅所有的水泉都不见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特努亚大喊着反驳 因为就算是圣女也做不到这个地步 那如果有人倒走了圣杯呢 龙套老头这话一出 不知是谁大喊 亲眼见到城主打走了圣杯 城主顿时成了言语攻击的对象 但这正是极好的机会 昨晚奥文就交代过 要他在合适的时间 将对责推到特努亚的身上 而现在就是合适的时间 他指着像狗一样跪在地上的鱼 不仅说出了自己儿子被打成了重伤 还将圣杯损坏消失的过途 一并推了过去 对特努亚惹怒了女神大人 所以洛桑厅失去了水源 当他举起键 特努亚还满脸的不屑 一个人类能拿他怎样 却没想到临死时的前一秒 他的神力竟然发挥不出 看着小丫头手上不起眼的黑色宝石 那是圣女拥有的伊丽丝尔 她明白了一切 却只能带着秘密永远消失 原本还不怎么相信成果的人们 看到圣杯从特努亚身上搜出的那一刻 都对此气氛又深信不疑 可糟糕的是 金黄的圣杯怎么变成了使律的灰 你们要气死了 一窝蜂捡起石头就扔向刚死去的那人 莱蒂莎虽然有些不是滋味 但更多的是觉得庆幸 因为心爱的人不会受到伤害了 面对丈夫担心的拥抱 她不再选择回避 也不再掩饰深情的眼神 甚至主动抱了上去 倾诉着被特努亚折磨的那些害怕和担忧 这是她第一次吐露自己的心情 狄特里安静的说不出话 他们之间那层无形的墙似乎正在消失 怎料正温馨没几秒 就被属下叫走商量接下来的行程 大家的愤怒还在继续 莱蒂莎默身像躺在地上的圣杯 如果我能改变局面就好了 她的心声很快被实现 当她拿起圣杯那一刻 圣杯不仅恢复了原本的金黄 甚至比原来使律的金还准灿 她开心换了 不停小声夸赞手上的伊丽丝 好在没有人发现这一幕 震惊还语无伦次 糟糕 她能帮我保守秘密吗 神的秘密被发现了 母亲肯定会杀了她的 好在第二羽翼挡在了她身前 将发现秘密的人约到了悬崖边 说吧 还有什么遗言 奥文很清楚 只有死人才能永远地闭嘴 毕竟现在莱蒂莎的羽翼 只有她和诺爱尔 对上当了三十年圣女的约瑟芬 不用说 莱蒂莎肯定会被当红帽牌活 就算对方是无辜善良的人 但为了主人的安全 她毫不犹豫拔出了点 可城主的脑子也不是白给她 突然消失的水源 失去力量的特努亚 还有瞬间恢复的圣杯 一桩桩一件件 她猜到了莱蒂莎就是圣女的事 而奥文大人是莱蒂莎的云 我的天 原来约瑟芬那真是假圣女 这句话暂时补助了她的响应 其实她也不是为了保命能处 因为每次她向圣女求助 圣女总会说那是魔物吸取了能的力量 才会来到洛桑厅霍获感情 可很久以前 公国的龙明明为了保护百姓 镇压了魔物 她虽然怀疑 却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推测 直到圣杯无缘无故损坏 她总觉得和圣女脱不了关系 而且做城主前的她 一直待在圣女身边 很清楚那女人的德行 用实际来形容都觉得对不起蛇心 或许真圣女令有其人也不一定 没想到她无形中预言了一把 但说这些并不是怕死 毕竟留我一命才能当上王 这句话正好抽中奥文的新八子 因为洛桑厅作为前往公国必经之路 当战争爆发时 说不定能左右战争的结局 所以她决定留城主一命 可保险起见 她留下了风之精灵 在城主身边监视 顺便将恢复的圣杯归还 看着璀璨光芒的这一刻 城主打工人的灵魂忍不住躁动 跟向众人 举起圣杯 宣布了圣杯恢复的消息 一定是因为我杀了特努亚 打得动了女神 这个理由相当完美 但奥文要走了 不仅是送特努亚回去交差 还为了主人以后回帝国做准备 莱蒂莎不舍得要命 却只能远远地看着那个忙碌的背影 毕竟一个是圣女最宠的羽翼 一个是圣女最憎恨的女儿 她们不能当众表现得很亲近 突然空中吹来一阵风 风里竟传来了奥文告别的声音 莱蒂莎大人别担心 我和诺阿尔会为您解决所有困难 在我们再见面前 请您一定要幸福 那声音中充满了担心 她都感受到了 远远送上自己一个笑脸 你记得向诺阿尔求婚哦 虽然很不舍得奥文 但分离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这一天 洛桑厅的人欢呼到了半夜 可在那没人知道的地上 却出现了一个黑点 装着某人冰冷躯体的木箱被打开 只见那黑衣人骂骂咧咧 又撒了两把胡椒粉 挨了三招致命上的栽叶子 竟然活了 而不远处树上的白鸽木朵全场 这家伙终于要违背英国法则了 帝国喊打喊杀的杀人魔 却用身体救下了两个不相干的人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已经死了十天的人竟然活了 乌黑的金发被死死拽住 莱蒂莎却使不上一点女神的力量 她想用命换一旁两人的平安 可婆婆却哭着喊着 莱蒂莎 我的孩子 婆婆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 前世她总被婆婆当成尤里欧斯 所以当婆婆叫她孩子时 她就自动带入了哥哥的角色 没想到婆婆见人就向别人炫耀 我的孩子漂亮吧 你看 她还帮我换了鞋子呢 眼间的摊主却看到莱蒂莎没穿鞋的脚 一把将她按下来坐着 就急急忙忙跑回家帮忙拿鞋子 莱蒂莎不安急了 如果摊主知道她是圣女的女儿 恐怕就不会这么亲切了吧 她不想通过欺骗获取别人的善意 想要去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却被一只手紧紧抓住 你不要离开我 好孩子听话 陪在妈妈的身边吧 婆婆充满爱意的眼神 和笑项话中看向儿子的眼神一模一样 这原本该属于死去的尤里欧斯 她又有什么资格假扮哥哥呢 愧疚地叫着马诺夫人 其实我是从未来回来的 而且有一个人因她而死 她总是祈祷拯救那人的机会 就算被人唾骂也无所谓 可那个人却相信了她所说的一切 大家也对她呵护有加 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幸福 她不能损害那人的名誉 所以现在必须要去说出真相 怎料婆婆做了一个梦 一个关于她的梦 梦里她和爱的人有了一人一女 而且还幸福地生活了很久很久 她以为是对尤里欧斯说的 没想到婆婆拿出了一根红色的发带 一边为她竖起乌黑的金发 一边在嘴里面等着 如果你是我的女儿 我是不会让你生病或难过的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真的成为你妈妈了 红色的发带 女儿的字眼 让她不安的心开始疑惑 婆婆究竟是把她当成了谁呢 她回头看向婆婆的瞬间 脑海里突然回想起女神的那句话 你一定要记得确认 吉利欧德家族的梦境 据说这个家族能通过梦境预知未来 难道婆婆在梦里看见她的未来吗 虽然觉得不可能 但她有必要确认一下 您知道吉利欧德吗 婆婆一脸灿烂 当然知道了 只是接下来的话还没说出 魔物们就袭击了这座城 而在那墙角的拐弯处 莱迪莎察觉到了一亩熟悉的气息 好久不见了莱迪莎 竟然真是死去的特努亚 还没搞清楚怎么一回事 她就直觉出特努亚要搞事情 只听轰隆一声 她在房梁落下之前紧紧护住了婆婆 新鲜的红色顺着额头落下 她却还安慰着婆婆别担心 婆婆孩子孩子的哭喊着 这可把特努亚忍了 原来你不再害怕了 都是因为被公国的人带话了呀 就算公王再怎么爱你 你都不能忘记我们的过去啊 特努亚彻底疯了 而此时的巴内莎正和好友斗嘴 突然有个百姓跑来 他们才知道城里出了事 好在马诺夫人没出什么问题 可莱迪莎却被死死踩在了脚下 神的第三羽翼觉醒了 不仅一把火秒了冒牌羽翼 还把对方折磨得求爷爷到奶奶 看见王妃被揍得鼻青脸肿 巴内莎喊破了喉咙都没得到回应 尤利为他牵制特努亚的间隙 他抱着王妃一路狂奔 如今奥文不在身边 他绝对不能再离开王妃了 可身后却传来尖锐的惨叫 尤利根本不是特努亚的对手 他不得不将王妃交给 安排好一切 就听见特努亚大言不惭 你们这群蝼蚁是不可能打败我 毕竟赐予我力量的人才是真正的生命 是吗 他觉得可笑极了 把自己女儿污蔑成杀人魔的疯女 怎么配啊 这话成功让特努亚不属 一剑刺向她的瞬间 又一脚踢上她的腹肌 飞机又是一个抬手 她的外套都被揍没了 不行我不能死在这里 因为她还没确认王妃殿下的生死 但有什么用呢 就算特努亚是冒牌的礼仪 也不是她一个普通人能打过的 那一剑刺进身体时 她完全没有一点反击的余地 可特努亚这老六镜提到了莱迪莎 还放狠话要折磨她守护的王妃殿下 她紧紧钻着刺向自己的剑 抱着要保护王妃的姓名 她突然明白了 奥文说要有赴死的觉悟 原来是这个意思 她笑了 特努亚还以为她疯了 但怎么可能呢 她周身突然被一层白色火焰笼罩着 整个人瞬间满虚复活 可她不会再给特努亚复活的机会 只听哗啦一声 特努亚就被净化之火烧的凹叫 那叫声越凄惨 巴内莎就越兴奋 哈哈哈哈 我是不会让你死的那么轻松的 比起她这边的胜利 莱迪莎却只剩下一肚气 两个医生还没想出办法就被人放倒 都在她的计划之中 可这个计划唯独没有考虑莱迪莎的安全 她说着对不起 现在的你不需要一个人扛下所有 因为有很多人在爱你 莱迪莎 现在是时候醒过来了 莱迪莎身上的伤消失的同时 猫咪的身体也逐渐消散 莱迪莎睁开眼时 只模模糊糊看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 下次见面 我将送你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 小孩温柔的声音回响在耳边 她心里莫名升起一股暖流 想着等下次见面一定要好好道歉 可刚才小孩的样子却越来越模糊 她在心里努力回响着 眼前却突然窜出一团白色火焰 还跳到了她的身上 她吓得大喊大叫好烫好烫 可戳了戳才发现 这家伙也太可爱了吧 是女神真正的女儿 却只能偷偷使用强大的力量 悄悄一句我命你退下 就征服了能先翻一座城的魔物 莱迪莎怎么也没想到 小小的白色火焰威力竟然这么大 刚开始她还以为着火了 怎料是一只小精灵 窗外这时传来战独的声响 她才想起现在整座城 正被魔物包裂 迪特里安一定很危险 她立马下床要去帮忙 可克弥安了 她深知那个家伙 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却从尤利的嘴里得知 那个家伙正在被巴内杀完影 不仅求死不能 还没有半点还手的余地 我的天 她觉得震撼又不敢相信 但尤利没有骗她的理由 她可以放心去帮迪特里安了 怎料刚出现在丈夫面前 丈夫就将她抱起 要扔回城里去 因为今天的魔物很不寻常 不仅一波接着一波 就连在沙漠沉睡千年的 老魔物都出现了 迪特里安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立马下令不对剑术的 宝贵城 虽然还剩下六名骑士 而且都能够疑当时 但他们今天可能都会葬身于此 可她的身后还有一座城 还有莱地沙 就在她默默击倒 莱地沙别出事时 天空突然刮起了一阵风 风中还有一股迷人的丑 可这股味道的主人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正这样想着 媳妇就扑进了她的怀意 城门已经关闭了 媳妇是怎么凭空出现的呢 虽然她有很多疑惑想问 但媳妇的安全更重要 一把将其抱起就要送回城 却看见媳妇那一身的血子 难道是被魔物伤了吗 她慌张又自责 只怪自己刚刚没能击退所有魔物 竟还天真祈祷媳妇能平安 就算媳妇说没事 她还是不相信 这么重的伤怎么可能那么快恢复 怎料媳妇竟脱了衣服 光滑洁白的皮肤哪里有受伤的样子 她撇过头紧闭双眼不敢看 但她还是坚持媳妇回去 因为我宁愿自己涉嫌 也不想再让你受伤了 这句话让莱迪沙一阵后怕 记得前世 丈夫也是说了这些话就再也没回来 请给我一次保护你的机会吧 她扑进丈夫怀里害怕被赶走 就在大家正在吃瓜时 沙漠里竟然出现了一片沼泽 庞大的魔物挣扎了半天 却只能眼睁睁被陷进去 所有人都惊呆了 只有莱迪沙在地狱 我命你立刻退下 并永生不得再踏入这片土地 魔物被吓得呜呜的哀嚎 心里说不出的后悟 想起不久前一个黑衣人将她解封 那个人让她感到深深的恐惧 所以那人让她来这里捣乱 她甚至连反抗都不敢就直接跑来 可眼前的女人却会净化之物 那是所有魔物都不敢忽略的存在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低下本就不负欲的头 只想起求对方的饶恕 还好女人并没向她发难 只低声让她赶紧离开 那片沼泽恢复杀过的瞬间 她二话不说调转尾巴就逃了 所有人都在为胜利欢呼 一定是龙创造的神迹 但只有狄特里安清楚 这和龙没有半毛钱关系 莱蒂莎 刚刚是你赶走了瓦莱诺斯吗 是你的力量对吧 被心爱的人这样质问 莱蒂莎根本没有撒谎般 是的 是我用女神的力量震慑了瓦莱诺斯 怎料丈夫却吓得脸色惨白 难道是无法接受她的力量吗 她觉得一定会被讨厌 可丈夫却紧紧抱住她 这件事圣女不知道吧 神出现了 却只留下一句 吉利欧德的梦子离开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 莱蒂莎本想去公国后慢慢把听 怎料傻婆婆竟说做了一个梦 还在她掐走巨大魔械后 让人送来一本童话书 名叫首位公国十二家族制吉利欧德 她突然失了神 就连巴内莎分享觉醒的重量消息都没听见 她手掌一阵阵冰凉 丈夫快急死了 她本不想让丈夫知道的太多 但现在又不得不问 殿下 你知道吉利欧德是什么吗 通过丈夫的解答才知道 原来曾经有个别公民拥有超多的力量 十二大家族是被龙选择的人 而吉利欧德能用梦境预知未来 可惜 那股力量已经消失了 但女神不愧无故让她确认吉利欧德的梦境 听说婆婆想给她你的话书 她决定向婆婆寻求答案 她有强烈的预感 婆婆不是一般人 果然如她所想 婆婆就是吉利欧德家族的人 虽然现在只有几岁孩子的心智 但我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 因为我在梦里看到 你幸福地生活了很久 莱蒂莎惊讶却又疑惑 不是说吉利欧德的力量消失了吗 不 那股力量重新回来了 她小心脏砰砰跳得不停 原来她可以摆脱诅咒 原来那些妄想会变成现实 激动喜悦充斥着每一根神经 婆婆温柔替她擦拭眼角的泪珠 孩子 要妈妈念童话书给你听吗 说着就拉着她往床走去 她就这样被婆婆抱在怀里 偶尔有几句碎语 孩子 这是念奇迹吗 没错 你读得很对 一来一去的对话 就像为小游丽欧斯读童话书的样子 妈妈 奇迹是什么意思吗 夫人温柔耐心的解答 你的诞生 就是妈妈的奇迹啊 那是她第一次成为妈妈的喜悦 可这段美好并没持续太久 圣女要求二王子作为代表前往公国 虽然丈夫总安慰她会没事 但她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会发生一样 可当哥哥说看到了未来 狄特里安会被圣女扒掉 她却选择了不相信 毕竟吉利欧德的力量已经消失 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梦而已 没想到哥哥固执的要代替弟弟 就让我去帝国吧 那样大家才会活下来 而且他已经去过几次经验师族 只要好好哄着圣女就会没事 但狄特里安不一样 16岁的孩子怎能承受圣女的羞辱 母亲 如果你不相信梦 就请相信我吧 我一定会回来的 夫人选择了相信自己的儿子 相信儿子一定会回来 怎料等来的是哥哥死去的消息 他哭了他痛 后悔没有相信那个梦 所以他放松了自己的精神 一直陷在和哥哥重逢的梦中 可回过神时 他又会痛苦的撕心裂肺 直到当哥哥的骨灰盒子被送来 他才突然意识到 原来哥哥没有食言 他真的回来了 妇人抚摸着盒子 坐在月色笼罩的窗边 心里说不出的苦涩 原来哥哥早就预料到会怎样回来 那当时说出那些话时 究竟是怎样的心情 他小声骂了一句坏小子 又看向床上被哥哥守护的海 怎么样五星 你觉得他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惹人喜爱呢 预知了所有人的未来 据唯独救不了自己 因为只有用他的死 他这一个月并没以前那般煎熬 无论神官嘲笑他是诸事口 他都可以一笑置之 但小侍女他没办法不在意 那是他弟弟未来的妻子 他第一眼就认出来了 他既安心又很绝望 因为终于见到了等待多年的那个人 可自己的死已成了定局 虽然小侍女的陪伴 让他所剩无几的日子得到了慰藉 但同时也很愧疚 把莱蒂莎拉入自己的命运 是正确的选择吗 可想到莱蒂莎这一世死得很孤独 他又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殿下我们还会见面吗 离别时 他将莱蒂莎抱进怀里 记得以后要用幸福的样子和我重逢 虽然他们以后不会再见面 但莱蒂莎会幸福的 所有人都很开心 因为今天终于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可只有他知道 自己回家的日子在十分遥远的未来 你根本不是真正的圣女 他故意激怒了圣女 最后笑着永远的离开 我赢了 大家都会幸福了 圣女每次回想都觉得可笑 哪里有人幸福了 不仅那家伙的家人变得一团糟 他还把自己女儿嫁过去有亲人 他越想越得意 化上精致的妆 他今天要向大家证明自己很强大 自从上次女神降下两道神域后 总会有传闻说他不行了 而打碎榴莲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让女艺直接展示力量 诺埃尔接到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他要气死了 怎么又开始作妖了呢 几周前的神域 让约瑟芬的安分了许久 所以那道神域一定不一般 他本想从别人口中寻求答案 怎料神域内容还没查到 一阵剧烈刺痛袭上了心头 莱蒂莎大人出事了 他能清晰地感应到 莱蒂莎被人踩在了脚下 索性这次痛很快消失 他紧急奥文的话要冷静要理智 却在没有上班的心情 所以他跑来的弟弟所在的福利院 没想到还是被要求回去工作 但他的不手很快消失 因为风中传来了奥文的声音 他高兴地擦了擦泪水 奥文成了莱蒂莎大人的羽翼 他不再是孤君一人了 而迪特里安做了一个梦 他看见了哥哥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就算醒来 他手上依然残留着哥哥的温度 他有事总在想 既然圣女的羽翼会不断重生 那哥哥是不是也可以呢 他是女神选中的第一个孩子 却因此被毁掉了未来 所有人都说第一羽翼的身份是荣耀 可他偏偏不稀罕 因为他看见那个魔鬼就想 所以求您了父王 求您不要让我成为羽翼 本料被狠狠扇了一巴掌 竟敢对圣女不敬 父王认为他是得了失心疯 不仅把他关起来反省 还每天都报答他三遍 说什么要他承认错误要他醒 这样的日子他来了三年 父王 我会誓死效忠于约瑟芬呢 父王只知道高兴 却没注意他阴冷的眼神 获得自由的那一晚 他就烧掉了圣女的宫殿 明明还只是十来岁的孩子 竟能笑得那么疯魔 约瑟芬那要想得到第一羽翼的效忠 那就杀了我 让第一羽翼重生吧 心爱的儿子变成这样 皇帝终于醒悟了 但帝国的存亡依赖九块戒石 是能防止土地沙漠化 抑制魔物的存在 可需要圣女定期注入能量 才能维持 所以可以说没了圣女 帝国就会灭亡 皇帝根本不敢得罪 只好随便扯了个理由送走儿子 卡尔利斯特就这样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放火的真正理由 为了报复约瑟芬那 他特意学了高深的魔法 跑来了神殿庆祝国婚的现场 却没想到看到了这一幕 诺爱尔只是轻轻抬了牌手 整个湖中的水便开始倒流 瞬间笼罩在会场上方 形成了巨大的水平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羽翼的强弱来自于圣女的力量 所以圣女不行的谣言 瞬间被打破 约瑟芬那开心坏了 卡尔却气死了 不敢相信那女人的力量 已经变得这么强 但只要打败诺爱尔 他今天就能当众侮辱侮辱圣女 要是能看一看恶魔扭曲的表情 就算是约之痛也无所谓 他当着诺爱尔的面 大骂约瑟芬呢 怎料对方笑得更开心了 甚至对他鞠躬行李 一次不够还来了第二遍 那浑身上下都透着快乐的气息 难道你的耳朵有问题吗 我羞辱你的主人 你竟然还对我鞠躬 可你什么时候羞辱我主人呢 诺爱尔突然有点猛逼 因为男人说的都是事实 所以一时没反应过来 他连忙大喊大叫 维护着冒牌圣女 哪怕您是皇子 也不能说这样的大实话 没想到越描越黑 大实话几个字 被皇子听得一清二楚 他心虚的不敢再说话 毕竟第一次遇见 敢骂约瑟芬那的人 他有点太兴奋 卡尔却伸去了手 想通过打压他面面圣女的威风 怎料皇姐突然赶来 难道你想一边打阵痛机 一边违抗圣女吗 看着诺爱尔趁机跑掉 他真想上去试探得清楚 但身体的刺痛 已经让他无法站立 这几颗屎黄色药丸 是他违抗圣女的唯一法宝 姐姐为他心疼流泪 他却无法再感受到 人类半点的情感 越是憎恨约瑟芬那 这种情况就越严重 可诺爱尔是怎么回事 羽翼绝对不会侵扰侮辱圣女的人 但放过他的诺爱尔 为什么感受不到誓约之痛呢 看来他要调查一下这个女人 这真相的他彻底懵了 一直在帝国作妖的圣女 竟然是个冒牌货 诺爱尔也快被他烦死了 自从那天庆祝宴过后的一周里 皇子总想试探他对约瑟芬那的忠诚 他本想一直躲下去 但看到约瑟芬那被皇子气出内伤 他就改变了主意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就算皇子不是羽翼 至少有气人的好本事 如果敢怀疑到莱迪杀大人头上 那就当场杀掉 可皇子的脸色为啥这样苍白 还不停地冒冷汗 殿下难道你不舒服吗 子廖关心换来一顿骂 说他是约瑟芬那的走狗 但不管我的主人是谁 我都不会对病人坐视不利 听别人讲约瑟芬那的坏话 他不生气就算了 竟还想帮助骂主人的家伙 卡尔一步步走上前 也就是说你感受不到誓约之痛 可为什么呢 这样明显的问题 诺埃尔顿时有了猜测 虽然他没有感受过誓约之痛 但奥文说过 那种痛就像全身被撕裂了一样 甚至有的人会感到心脏被捏碎般的痛 他嘴上试探着 您为什么想知道如何摆脱誓约之痛呢 毕竟您又不是羽翼 眼睛却死死盯着皇子苍白的脸 那明明就像极了誓约之痛 所有羽翼中 只有第一羽翼他不知道是谁 不过现在已经猜到了大概 宁愿痛死也要违抗约瑟芬那 那说明眼前这个家伙 本该是属于莱蒂沙大人的羽翼 没错 我就是那个恶魔的第一羽翼 虽然已经猜到 但诺埃尔还是很惊讶 因为一直以来第一羽翼的职责 都是由奥文累死累活的在做 所以他每次提到第一羽翼就来起 他要求皇子证明一下身份 皇子却让他去问约瑟芬那 那个恶魔不是很宠爱你吗 说到宠爱他有些心虚 这反应明显不正常 你真的效忠于约瑟芬那吗 面对皇子的质疑 诺埃尔打算给点明显的暗示 却被一巴掌拍飞 哈尔经说他的力量很肮脏 明明嘴巴都流血了 还是那么能欺人 诺埃尔都懒得继续废话 伸手捏住皇子的下巴 口中捏着咒语 卡尔本想反抗 可这股力量怎么舒服得有点正常 他知道这是女神的力量 却和约瑟芬那浑浊恶心的力量完全不同 看着诺埃尔远区的背影 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诺埃尔从未说过 他的主人是约瑟芬那 但很快他就知道了真相 经过几天的调查 诺埃尔的信念完全和约瑟芬那相对 据说他宣誓效忠那天 现场有一个人被约瑟芬那做的浑身是血 所以他一定有不得不守护的人 才会向约瑟芬那宣誓 而那个人卡尔很快找到 那就是被约瑟芬那 污蔑成杀人魔的莱蒂莎 神灵的女儿 却救不了自己的语义 奥文快死了 那股守护他的力量正在快速消失 莱蒂莎瞬间难受得无法站立 自从到达公国的每一天 他都过得很幸运 因为婆婆的预言梦 他不再惧怕恶毒母亲下的诅咒 还勇敢向丈夫求了婚 要和丈夫生一百个猴子 他们还要重新举办一次婚礼 可这幸福让他忘了 还有远方的人要守护 不管是谁 快去帮帮奥文吧 他只能无助地祈求 突然眼前出现一个十岁小孩 很高兴他如今已经痊愈 但他不记得这人是谁 我叫希格蒙德 是一切的开始与结束 这个名字在童话书里出现的 原来小孩是公国的始祖 是当时救他的那个人 可龙为什么来找他们 但理由并不重要 希格大人请您帮帮我吧 对羽翼来说 女神代理人就是他们灵魂的主人 主人高兴 羽翼就高兴 主人难过 羽翼也难过 他之前还无法理解这其中的重要 但敢知道奥文出世那一刻 他才明白 奥文如同家人般重要 所以求求您了 救救奥文吧 希格笑了 你绝对不会失去羽翼的 因为你会拯救你的羽翼 这算得上是预知 就比如你未来一定充满阳光 可莱蒂莎不太明白 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那你愿意尝试吗 是的 我愿意 希格牵起他的手 如果遇到困难也无需担心 只需稍加等待 你就会看到前行的路 做这样 希格再一次承受阴谋 帮莱蒂莎的灵魂回到了帝国 而此时的诺埃尔气得想嘎人 看着奥文血淋淋躺在面前 他却什么都做不了 其实治疗智商对他来说也不难 可奥文竟让他住手 因为这样只会再次刺激约瑟芬那吧 原来在奥文带回特努亚死去那天 约瑟芬那就大发雷霆 看得出来 他并没有感知到特努亚的死 冒牌剩余已经是不忠的事实 而奥文是唯一一个知道这情况的人 看着约瑟芬那拿着笔手一步步逼近 他就知道自己必死 你来吧 将这短剑刺入你的心脏 以表忠诚吧 他接过短剑 但这忠诚却换成了莱蒂莎 他只要在莱蒂莎集结到足够雨衣钱 让约瑟芬那玩点起意就行了 好在两个雨衣空缺带来的不安因素 约瑟芬那并不想承受 才会让人一直流他一口气 所以诺埃尔 也就按照约瑟芬那说的那样治疗 让我流一口气就好 可他其实在撒谎 他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但不想诺埃尔冲动害了自己 也害了莱蒂莎大人 不过他会尽量多坚持一段时间 却不知他的主人已经来到了帝国 大雪纷飞的天气 神殿外却等候了很多人 而莱蒂莎就是其中的一个 多母亲的假圣女身份终于瞒不住 真正女神的女儿回来了 她以女神代理人之名 召唤来了密密麻麻的飞青走兽 假圣女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因为龙制造的奇迹 莱蒂莎魂穿回到了帝国 而这具主人的身体名叫伊丽娜 可大家都在等什么呢 经过一番试探才明白 原来这些人的家人都不见了 虽然都是中央神殿的神官 却在一个月前莫名失踪 某位神官说是去护送了公国使团 可回来的护卫队 却表示没有任何神官参与护送 不死心的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奥文身上 毕竟他是此次护送的负责人 还是最忠诚圣女的第三语仪 怎料竟等待奥文被圣女惩罚的消息 据说还被关进了地牢 刚开始大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直到诺埃尔拖着憔悴的脸露过 人群中稀稀疏疏慢慢有了怀疑 试问哪个正常人 会让自己的孩子拿到刺向心脏呢 有人认为是第二语仪死亡的消息 让圣女遭到了重重的打击 但莱迪沙很清楚 奥文是为了他承受了一切 看着不远处憔悴极了的诺埃尔 他发誓 一定要让母亲 不对 是要夺走约瑟芬那的一切 而复仇的第一步 就是给人们种下怀疑的种子 听说女神的代理人能感应到羽翼的存在 应该会立刻知道羽翼的死才对 记得护卫队回程那天还撒花清楚 可圣女后来为什么会备受打击吗 他这话一出 果然有人讨论了起来 虽然很快因为害怕没有了声音 但他相信过不了多久 这个消息就会传遍整个首都 刚回到伊丽娜住处的第一件事 他立马召唤出了风之精灵 贝西本想骂人 没想到陌生的女人有种熟悉的气息 却认识莱蒂莎后 又开心难过的像个孩子 莱蒂莎一共交代她两件事 一起去救奥文 然后带诺尔来到这里见面 贝西麻溜的消失不见 房间却被吹得一团糟 莱蒂莎原本是打算收拾干净 怎料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这张纸上用千分显示出的字 他一个都没学过 却能读懂上面的内容 我唯一的女人 你一定能实现冤枉守护所有人 女人的B6敢告诉他 这是女神给他的神域 时间似乎是在他结婚那天 看着玻璃窗上的脸 他才明白 原来龙选择伊丽娜是有原因的 很快 他又发现了婚礼那天的第二道神明 一字一句都警告着约瑟芬娜 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可约瑟芬娜不仅不知悔改 还将不祥的神域归咎于公国 想起前世迪特里安悲惨的结局 他抬起的毛子更加坚定 这一次 就让他成为约瑟芬娜的灾难吧 他打开窗户 我以女神代理人致命令你们 现在立刻回应我的召唤 这些魔物便是他的武器 可此时关在地牢中的奥文 似乎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办法遵守和莱蒂莎的约定 但同时也很庆幸 他求婚的话没有对诺尔尔说 视线逐渐变得模糊不清 没想到再次醒来 伤口不仅被包扎得严严实实 眼前还出现了一个陌生女人 就连声音都那么陌生 可她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您是莱蒂莎大人吗 真正女神的代理人即将归位 各独母亲假圣女的身份终于要暴露 当整个首都陷入魔物的惊喜之中 所有人都有个疑问 为什么圣女无法控制魔物啊 莱蒂莎则是趁乱潜入了地牢 看着只剩一口气的人 她想埋怨又不忍心 虽然她用着别人的身体 但她的语意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您是莱蒂莎大人吗 她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让奥文不要乱动好好养伤 这是命令 奥文每一根神经都被深深触动 却又不敢相信 您真的 真的是莱蒂莎大人吗 没错 我来救我的第二人一眼 可这样一来 负责看守奥文的诺尔 就会被约瑟芬那找麻烦 莱蒂莎打算带着他俩一起离开帝国 却没想到奥文的伤 已经严重到诺尔都没办法治疗 或许一直都一个人紧绷精神强撑着 诺埃尔这下彻底崩溃 他真的好害怕奥文会死掉 莱蒂莎虽然嘴上安慰着 但心里并没有什么把握 治愈以卡伊莱斯 是他最先想到的 可有了特努亚黑暗力量的前车之剑 他实在不敢去冒险 奥文的命经不起这场赌博 如果一定要赌一把 他觉得第一语以卡尔皇子似乎好多 因为诺埃尔说过 卡尔利斯特非常仇视约瑟芬那 而且根据在伊丽娜房间找到的线索来看 伊丽娜是卡尔派进神宫的卧底 所以他不用担心身份的问题 但他却不知 卡尔此时心心念念的也都是他 他刚对莱蒂莎身份有了怀疑 伊丽娜就送来一张小纸条 可上面的字没有一人能看懂 于是他去找了约瑟芬那 当着面拿出了那张纸条 约瑟芬那果然很紧张 还说他反正看不懂留着也没用 那口吻相当的肯定 所以纸条上的内容很有可能是神域 如果莱蒂莎也能解读出来 他就能揭穿约瑟芬那冒牌圣女的身份 怎料他还没出发去宫国 第三语意就出事了 诺埃尔也变得失魂落魄 一桩桩一件件 他大概猜到诺埃尔和奥文的主人另有其人 所以他决定留下来再观察观察 不过看着如今魔物失控的场面 约瑟芬那是假圣女无疑了 眼看楼下那位神官哭着喊着求救命 就算姐姐有救人的想法 他也绝不会帮约瑟芬那的走路 没想到那魔物突然顿走 东张西望好像在害怕着什么 甚至连动都不敢动 那个突然出现的女神官又是谁 没想到仔细一看 那人居然是伊丽娜 他刚想开口弄清其中原因 伊丽娜就抬头看了过来 只是一眼 他就肯定那人不是伊丽娜 但具体原因却说不出 这一刻时间好像停止了转动 世界似乎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他二话不说从窗户跳下 可伊丽娜却不见了 他焦急的叫着喊着 尤其是听见魔物们一声接一声的嘶吼 他更是慌的狂奔四处寻找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要是伊丽娜受了伤 他也活不下去 但他连为什么都不知道 突然背后传来一声皇子殿下 我有事要向您禀报 一字一句好似清爽的凉风 一向精灵的他这下懵了 你是谁 圣女的真面目终于要暴露 他却在作死的道路越走越远 魔物失控的原因还没找到 属下又传来奥文的死讯 看着死不明目的人 那则警告他的神域突然闪现在脑海 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约瑟芬他彻底疯了 但他绝不放弃也不认输 体内四散出一缕缕蓝紫色的气息 身后几位神官顿时满脸痛苦的寻在半空 连救命都没喊出声 就全部被吸干了生命令 用人类的性命作为代价 替他来改变原有的命运 这就是他成为真正圣女 也不受英国法则约束的秘密 记得他成为真圣女那晚 与他缔结契约的黑袍人 吸光了一整个村庄的人 所以他怎会甘心失去一切 不管是圣女的力量 他弄死了一整个监狱里面 却没注意到 奥文身上飘出了一缕幻影魔法 又消失在了黑暗中 但这只是神功灾难的开始 此时关于假圣女的八卦 也如同白雪般迅速扩散覆盖了整个首都 而作为真正的女神代理人 莱蒂莎成功找到了自己的第四语仪 他原本是想利用这具身体的身份 怎料卡尔一眼就觉察出不对 你根本不是伊丽娜 他想解释 却被一把抓住 卡尔皇子竟俯身跪在他面前 为什么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 卡尔像个失散多年的孩子满脸委屈 他清晰感受到约瑟芬奈的神力被一点点驱散 折磨着他全身的疼痛随之消失了 过去的他只有满满的恨 可现在竟生出了一些温暖 各种复杂的情感填满了他破碎的心 这个唯一能拯救他灵魂的人 终于来到了他的面前 没想到这个女人尽求他去救人 还要他帮忙保密接下来的行动 千万不要告诉奥文和诺尔 他觉得可笑极了 就算女人让他献上自己的命 不 那就是带着奥文立刻前往公国 他却不答应 无论什么理由他都不会走 莱蒂莎早就料到这样的情况 但你和奥文必须马上一起前往公国 这是命令 怎料诺尔宁愿承受誓约之痛 你要拒绝 就算是死 我也要死在您的身边 还是莱蒂莎再三保证会平安回去 编造了一个龙会帮他的借口 诺尔这才威胁刚来的语言 要是莱蒂莎大人有什么闪失 他就要灭了整个皇族 然后才哭着鼻子带奥文离开 没想到主人的命令有这样强大的效应 卡尔此事混乱极了 看着站在窗边的那个背影 他表面淡定河茶 却偷目幻想着那女人原本的样子 要是能远远看上一眼就好 下一秒他就傻眼了 那个有着一头乌黑金发的女人是谁 恩分即将暴露的假圣女终于坐不住了 本想跑去沙漠暴揍魔物挽回神域 怎料魔物们都一窝蜂藏了起来 女神警告他的神域 他总算有了一丢丢的害怕 但这也给了他灵感 帝国只有他一人能解读神域 也就是说 他说的话就是女神的意思 找回威信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 他猴急得要跑回神宫准备记 却不知他的计划他的想法 莱迪莎都相当的了解 刚刚送走了诺埃尔和奥文后 他本可以就这样回到公国 但卡尔的存在 他又没办法甩手离开 前世只知道卡尔是自杀而死 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可他现在明白了 卡尔是饱受世约之痛折磨才会那样 虽然现在问题得到解决 但不知道其他的语义 是否同样忍受着痛 不过他现在更担心自己 来到帝国已经一天 狄特里安不会这么快 为他举办葬礼 而遥远的龙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他不知不觉就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没想到希德大人这么不靠谱 他看向卡尔有些尴尬 但很快开始了这儿八经的誓言 他清楚约瑟芬奈的性格 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哪怕杀光所有人都不会瞪一下眼 可那样对生育并没好处 他猜到母亲会从魔物入手 但因为他的召唤 魔物们都消失了 所以母亲很有可能利用神域 他相信祭礼很快会开始举行 想要卡尔在祭礼上帮忙搞事情 卡尔本来还拿不准 没想到第二天从卧底口中听到的 竟真和莱蒂莎猜的一模一样 可莱蒂莎的能力越强 他就越是来气 这座神功本该属于莱蒂莎 却活到现在都没享受过一天 诺埃尔宁愿失约之痛 都不想执行命令 他现在好像有些明白了 但又觉得这样很危险 为了不被人控制自在的生活 他反抗了约瑟芬娜那么多年 虽然莱蒂莎很不一样 但比起约瑟芬娜更危险 因为他根本没有反抗的想法 嘴上笑自己命苦 心里却想着就帮莱蒂莎这一次吧 他找到正要准备祭礼的约瑟芬娜 我也要参加 他以皇室里应一起承担责任为由 要向女神大人请罪 可圣女如果不答应 他就将自己的罪行召告天下百姓 比如身为第一语义 却对圣女殿下没有一丝敬爱之情 约瑟芬娜根本没有选择 他成功达到了参加祭礼的目 本来计划是他一眼前去 怎料莱蒂莎也要参加 约瑟芬娜祭礼上 肯定要利用神域让公国被黑锅 前世公国被灭的事不能再发生了 所以他不仅要去 还要让约瑟芬娜后悔招惹他真实的人们 哈尔担心不想答应 但这不是您需要费心的事 毕竟您还不是我的语义 哈尔笑了 你是在让我对你宣誓忠诚了 那您愿意吗 哈尔已经想好了一万个不愿意的理由 怎料还没说完 那您就不要做我的语义了 他还以为莱蒂莎在耍花招 没想到人家只是让他过得自在一点 这的确是他想要的结果 可现在竟有些难过 他一直想着要是能摆脱乳心的命运 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却从没想过自己会有选择的机会 如果一开始就是莱蒂莎 那他还会憎恨自己的命运吗 但他现在没时间去想 一心想着阻止莱蒂莎往火热里跳 所以他牵上了莱蒂莎的手 面目终于暴露了 这场全帝国都注视的女神祭礼 他却煽动百姓向公国开战 妄想利用无数性命为自己扭转命运 还将所有的罪孽 归咎于身为一个恶魔女儿 神域时亮起那一刻 让我们遵守女神的旨意将公国变成地狱吧 他怎么都没想到 莱蒂莎就坐在百姓之中 他叫着母亲一步步走来 这真是女神的意思吗 你个死丫头为什么出现在这 面对母亲的怒火 她语气满满的坚定 因为我应该在这里 拉起袖子露出手腕上的伊丽丝尔 她宣布自己是女神真正代理员的同事 伊丽丝尔也发出闪耀的圣光 百姓们瞬间炸了光 为什么和圣女的不太一样 但也有人知道 伊丽丝尔能随着主人变化外形 约瑟芬那都懵了 可她的狗腿就是不幸 女神怎么可能选择一个恶魔 怎料莱蒂莎甩出了有力的证据 在她结婚那天 女神曾降下两道神域 我亲爱的女儿 你受到尊敬和祝福那一天就快来了 内容一字不插 约瑟芬那这下破防了 但她自不承认 你压得别再撒谎了 没想到莱蒂莎又说出了第二条神秘 无论你再怎么曲解我的意思 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 这则神域如同热梦阴魂一散 约瑟芬那惊恐的不愿承认事实 百姓们一生生怀疑传来 她强称身体绝不能倒下 要不然一切就真的朗然 可她实在腿软得不行 没想到一旁两个狗腿积极发炸 曾经被鞭打连求饶都不敢瞎 根本没有资格在这里叫嚣 明快用鞭子狠狠叫去她吧 她瞬间又有了自信 将最近魔物失控造成了惨剧 说成是莱蒂莎藏在地谷的缘故 说不定是受了龙的指使 她谎言说的太多 连自己都深信不疑 我本希望你能在宫国洗刷罪孽 没想到你竟干出勾结肮脏龙的丑事 约瑟芬那大喊大叫 要把莱蒂莎撕成碎片后 划成墙上展览 莱蒂莎这下子母亲彻底说 没有一丝鬼谷不说 还将脏水拖到她身上 刚才动摇的百姓们居然还有心 谁让她是臭名昭著的杀人魔呢 但她早料到不是这个结果 毕竟这里是母亲的地盘 可她不会就这样放弃 怎料刚要准备动手 有人一脚破碎了大理石地盘 卡尔走到莱蒂莎面前 您看经现实后心里痛快了吗 她责怪又忍不住心头 偏偏莱蒂莎是个将拐拐 总是把别人的安危当成泰山 视自己的生命为红毛 既然改变不了主人 那她只好一起封了 她以皇子的身份 向百姓们宣告自己是第一羽翼的秘密 但她无法接受这一秘密 因为约瑟芬那是冒牌 或是极其恶劣之人 而眼前的莱蒂莎 才是能救赎她的真正女神代理人 神官们都以为她封了 那她就封得彻底一子 大殿内轰隆隆开始剧烈扬晃 人们顿时都吓得往出口跑去 怎料大门却被撕撕锁了 因为女神代理人 一直用九大羽翼体育自然灾害 所以九大羽翼居住的手艺 能完美地避过各种灾难 神宫更是天下最安全的地方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现在神宫竟然发生了地震 这真相的羽翼们彻底疯了 等了八辈子才等到的灵魂主人 却只剩下半年的生命 弱大的神宫请客兼化为了废墟 还四处追杀逃掉的约瑟芬那 原来卡尔掌握的是大地之力 祭礼这天 她本想让所有人都埋在神宫之下 却被莱蒂沙阻止 虽然树根像巨大的网只撑着屋顶 但万一崩塌便会发生重大的裁剧 约瑟芬那是恶人没有错 可这里还有许多没有力量的平民 莱蒂沙并不想成为母亲那样的 卡尔嘴上说着不同意 却还是停下了地震的晃动 怎料约瑟芬那更加猖狂 不仅污蔑正直的龙 还颠倒黑白说 莱蒂沙是大大的恶人 就像神域告诉我的那样 邪恶势力正在威胁帝国 卡尔实在不能忍 没想到姐姐突然挡在她面前 圣女殿下 您难道在说皇族成熟龙了吗 尽管约瑟芬那不是讲道理的人 但这次事件紧关皇族命运 谁是真正女神代理员 她分不清 可她相信自己的地 不过这里是约瑟芬那的地盘 她以皇位继承人的身份 要带走莱蒂沙 如果不想和皇室开战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约瑟芬那只能咬牙放他们离开 虽然把公主的住处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但她还是要冒险发动作用 哪怕被龙下在阵法上的力量反噬吐血 她这次也要裹抗了丫头的性命 而同一时间 莱蒂沙胸口一阵刺痛传来 如果不是龙为她增加了身份 她恐怕不能扛过去 可下一次呢 她恐怕不是吐血两公斤这么简单 但她更担心与一人知道真相后的心情 怎料刚这样想着 外面就传来卡尔和公主的敲门声 她本想沉默装睡引完过去 没想到卡尔比罗尔恨故事 竟然要咱们确认她的安全 她只好强装镇定屏门内探出当事 可还是被卡尔发现了脸色不错 公主瞬间高兴化了 连忙推弟弟去找医生来看 因为她想和莱蒂沙做个交易 皇室的届时出现了问题 她提议莱蒂沙帮忙修复 以此来获得皇室的支持 没想到莱蒂沙进吐血导舍 看起来明明很痛 可医生却表示很健康 说不定是受到体重之内的超凡之力 她抓住庸医骂骂咧咧 怎料卡尔竟阻止了她 那语气像哄孩子般温柔 她却渗得慌 记得卡尔上次露出这种神情时 是在放火烧毁神殿的前一晚 而现在卡尔想要突进整个城市 可凶手未必是约瑟芬那样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姐姐 卡尔浑身透着冷 但她非常的留纪 毕竟莱蒂沙是弟弟 好不容易怕来的光 可她作为下一任皇帝 又不能放任弟弟 做出那样的事 她本期盼人们能相信 莱蒂沙是真圣的 那一切就迎刃而起 但这过程注定波折 就算凶手不是约瑟芬那 我也不想看到恶魔心甘乐乎的药 眼看改变不了弟弟的决心 她只能听话带着皇家骑士重吐去 因为卡尔在骑士们的剑上施恶魔法 这场战斗很快结束 他们迎卖了曙光 首都却陷入了黑暗 一条条土巨蛇乘着光虫地底窜出 将人们视为敬仰的神功 打落深渊 所有人都不敢向起 受到女神庇佑的帝国 伟大是你死在的神功性的大 连同人们的骄傲和信仰来进了废墟 他们骂卡尔是恶魔 让他下地狱 他却很满意 因为这样一来 莱蒂沙就是这世上唯一首无奴命的 而必要时 他会亲自为其奉上一把斩魔之剑 趁女的真面目暴露后终于疯了 吸干了所有人的生命力 只为发动诅咒玩一玩 因为女儿越痛苦 她就越兴奋 尤其听说的女儿刚吐血两公斤 她逃命中甚至笑出了眼泪 没想到吧 你的主人半年内就会命丧黄泉 卡尔瞬间愤怒到了极点 怎料还没等他动手 约瑟芬那就把自己人全吸干了 他被这艘操作蒙到了 眼看一股股黑色力量拔地而起 本以为是与他相同的大地精灵 没想到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他能清晰感受到一直折磨自己的强大力量 此刻并不属于约瑟芬 原来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 那股力量背后的主人才是幕后黑手 一直利用他扰乱着众人的命运 而现在 那个人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卡尔犹豫着不敢上前 虽然有把握能抓住约瑟芬 但真正的元凶恐怕会趁机逃走 而且想要解除莱蒂莎的诅咒 就更不能放过那个元凶 可他没料到对方还有顺移的能力 还好他反应比较快 迅速划破掌心 施展追踪魔法的同时 还叠加了三层隐藏魔法 现在只能祈祷别被发现 本打算先收拾剩下残留的神官 没想到那人是伊丽娜 还差点错任成了莱蒂莎 伊丽娜显然很慌张 因为他正调查消失的哥哥 没想到一醒来神功就他了 不用说了 推翻神功的人正是我 卡尔还将伊丽娜哥哥死亡的消息说了出来 而那天看到神域的人都一样的结局 看着强忍泪水的人 他心里有种莫名的情感 或许是莱蒂莎曾用过这张脸的缘故 但他现在要收拾所有的神官 只得命令伊丽娜回乡下避避风头 而另一点 莱蒂莎终于醒了过来 没想到第一眼便看见了诺尔尔 他还没从惊讶中走出 就得知了神功塌掉的消息 这都是卡尔的杰作 亲眼看见那一片废墟 他还是难以置信 毕竟他一直都觉得神功无比庞大 庞大到令他喘过气 就算是他觉醒女神之力 不到神功门前那天 他都感觉随时会被吞掉 可现在神功竟然塌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造成这局面的原因 竟是卡尔知道了他吐血的真相 就连诺埃尔和奥文都知道了 原来在约瑟分大潜伏的那段时间 诺埃尔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破碎的古老魔法阵 只是不清楚具体的用途 他将阵法照样画了下来 可查遍所有补给也没能找到限制 去往公国的路上才想起 或许有着强大魔法的卡尔有办法查出 这才让贝西在昨天返回送了过来 卡尔一眼就看出 这是用古语写下的诅咒 但查出诅咒的对象和种类的花点时间 只是还没来得及 莱蒂莎便突袭运了过去 当大帝精灵把这个消息带回 诅咒加上突袭 他不难猜出被诅咒的人是谁 没错 母亲对我施加了诅咒 莱蒂莎越淡定 诺埃尔就越担心 到底是什么诅咒 求您实话告诉我吧 可只剩几个月生命这个事实 莱蒂莎实在无法说出口 但不用担心 因为她收到了女神的神域 她安慰诺埃尔的同时 身体逐渐透明化作了点点星光 连神域的内容还没说完 就消失在了诺埃尔眼前 她是被龙庇佑的神域 却只生不到半年的生命 而这都因恶毒母亲下的诅咒 当大帝精灵传来这个消息 诺埃尔笑了 刚刚看到莱蒂莎从自己眼前消散 她还以为主人回到公国就安全了 没想到竟是自己太天真 她一笑 公主顿时甚得慌 毕竟羽衣们疯起来都要命 本想让莱蒂莎来管一管 怎料马车里只剩下空气 她最担心的就是诺埃尔发疯滥杀无辜 没想到刚这样想 地底下的水瞬间沸腾到200度 就连积满血的树都热出了冷汗 她一把拉住诺埃尔 身为帝国的继承人 她不能看到无辜的百姓们被牵连 没想到诺埃尔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让所有人都相信 莱蒂莎是真圣女的事实 因为约瑟分奈的势力延伸到了皇宫 所以她希望公主能做证明 她要所有的人都不敢再质疑莱蒂莎打人 说完还警告般击碎了皇宫的城墙 又笑着挥手说了拜拜 公主于是不得不成为苦力打工人 帮忙收拾着首都的烂胖 要是有下辈子 就让我成为莱蒂莎的宠物狗吧 那样她就能忧灾忧灾过一生 但她现在唯一的目标 就是让帝国的人们听莱蒂莎为圣女 怎料卡尔突扬母的受伤的手术鞋 也带来了约瑟分奈的消息 她的追踪魔法在皇宫附近被切断 所以约瑟分奈一定去了那里 毕竟皇宫还有一块戒石 他们必须阻止戒石被约瑟分奈占为几义 不过她还有一栋目的 那就是和约瑟分奈的长子见一眼 与此同时另一边 莱蒂莎一睁眼就在婆婆兴奋的怀中 但羽衣们的情况实在让人担心 卡尔会不会被约瑟分奈伤害 奥文正是在哪里 她突然消失 诺埃尔会不会惊慌到失去理智 可见到狄特里安那一刻 她这些担心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穿着还带洗的衣服 就高兴地冲了过去 狄特里安顿时黑了脸 好在医生说并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不放心 她又背着莱蒂莎问了医生好几遍 毕竟她真的太害怕了 谁能想到前一秒 她还在和大臣们生难婚 新娘下一秒就失去了呼吸 后来连躯体都消失在了眼前 一想到莱蒂莎可能再也回不来 她真的随时会崩溃 没想到莱蒂莎能及时回来 却流了那么多的血 她又气又心疼 可莱蒂莎还是选择一如既往的对她隐人真相 为了把莱蒂莎留在身边 她连心底的爱都无可说出口 但现在她实在忍不了了 莱蒂莎 我倾心与你 红身或者共死 你只能选一个 两世的丈夫终于表白 她却怕得脸色惨白 原来丈夫早就知道了真相 无论是她被母亲诅咒 还是解除诅咒的方法 如果不杀我你就会死 丈夫都一清二楚 甚至连她打算承受一切独自死去的心意 狄特里安也都明白 但我不会让那样的事发生 同生或者共死 你只能二选一 看到丈夫的强势与真心 莱蒂莎第一反应就是头 可没想到狄特里安愿意为她去死 她本想说 你是一国君主责任重大 但听了那句话后又没办法说出口 要是我死了 你就会在没有我的世界独自活下去 看着狄特里安眼神中的悲伤 她才明白自己有多狠心 毕竟她前世已经经历过凄凉的痛 可现在竟想让狄特里安体验一把 她觉得自己错得离谱 丈夫要她二选一 她刚刚没有给出答案 因为根本不用选择 她原本就是为救丈夫而重生 所以他们要一起好好活下去 她一口气跑到办公室 那副严肃又坚定的神情 狄特里安还以为她会选择逃走 但我不会放手的 就算你死了 我也会马上紧碎其后的 不对 我会比你先一步死掉 她竟又知道用性灵威胁 那殿下 你爱我吗 我不知道要说几遍你才会信 但我真的很爱你 那就满足我的心愿来证明吧 突然提到心愿 她有点懵 看着莱蒂莎红透的脸 她好像有点明白了 记得从公国到海顿的某一个夜晚 莱蒂莎曾说过想成为一个母亲 你不是说会帮我实现的吗 莱蒂莎说完这话 两个成年人都羞红了脸 她埋着头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可下一秒 迪特里安就凑了上来 既疯狂且热烈 虽然之前有过许多次 但这一次感觉完全不同 她总算相信迪特里安的爱是真的 怎料气氛刚上来 却被一阵哗啦声打断 办公桌上的资料文件撒了一地 迪特里安终于发飙了 她不明白莱蒂莎为啥要大白天这样 你是真的决定跟我一起生活吗 以后再遇到困难 会想要依赖我而不是眼睛吗 就算莱蒂莎抱着她保证 她都不太相信 你不会是想逃跑吧 没想到竟被莱蒂莎反客为主 凌凌说好不会爱上我 却骗她在众人面前言恩爱 而今天又拿姓名威胁了好几次 所以 莱蒂莎也给了迪特里安两个选择 要么相信我 要么为欺骗的事情负责 那你想让我怎么负责 迪特里安紧张地仗红了脸 可莱蒂莎已经躺在办公桌上 你不是说不好的噩梦 要用美好的积业安慰吗 我现在被你骗得难受 所以快来安慰我吧 这大白天的 迪特里安本想借口去锁门 怎料被一把拉住 因为刚进来是我就锁了 拯救世界的杀人物 却没有人愿意相信 就连公主这个心静的舔口 都被父亲伤了两巴掌 不管她再怎么解释 父亲都认为莱蒂莎的力量属于恶罗 她本想请莱蒂莎修复戒石来证明 怎料被狠狠拽住了头 父亲骂骂咧咧又捧伤了她一巴掌 这实在太反常 她总算察觉出了不对 父亲虽然暴躁 却不会像现在这般油烟不尽 就像失去了理智的野兽 还要把她关进大牢 理由是她背叛了帝国 所以不再有资格继承皇位 更不是公主 原来卡尔的判断没有错 父亲果然已经被约瑟芬娜控着 她抓住脖子上的项链 这是用来召唤卡尔的魔法道具 但她不能那样做 毕竟卡尔现在状况也很不稳定 要是两个巅宫这时遇到一起 她恐怕还没做上心心念念的皇位 皇宫就已经像神宫一样变成了废墟 她像拜大神一样趴在地 是我做错了 约瑟芬娜殿下才是帝国唯一的圣女 反正她越向着莱蒂莎说话 父亲反应就越大 那表情简直和约瑟芬娜一模一样 事实证明她的试探没有错 父亲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提议用自己的名义骗莱蒂莎来攻火 明倒是亲手将其嘎了吧 她凭着奥斯卡般的演技 成功获得黑化父亲一丢丢的信任 而公主派去公国的使者很快抵达 莱蒂莎骑着马火箭似的冲出了城门 还没等马停下 她就猴急的从马背上往下跳 看着这一幕 刚才还很淡定的奥文没办法判定 慌忙伸手发动了风之力 莱蒂莎就这样被稳稳接住落了地 这都是对奥文用剑刺自己的惩罚 但她为什么会恰好出现在这里 这都是因为她做了一个美貌 那天和狄特里安降降降娘娘后 她就梦见了龙带着自己飞 还说她马上会收获一个无与伦比的惊喜 难道是诅咒要解除了吗 她突然想起公主请她修复戒时的事 就预感到有人会来 却没料到会是奥文 还带来了约瑟芬娜躲进皇宫的消息 但修复戒时的问题 莱蒂莎有不同的看法 当卡尔成为第四语仪时 帝国九大戒时就只有四块拥有黄芒 所以她断定戒时并没有损坏 而是逐渐在恢复中 这样一来及其九大语仪破在眉睫 奥文其实已经有了新发现 那就是约瑟芬娜的第四语仪 至于戏卡伊莱斯 毕竟当来第四语仪被其他语仪欺负 卡伊从没有参与过 甚至有时会对约瑟芬娜 表现出反感的样子 一幕幕记忆在脑海中浮现 两人达成了一致的想法 迅速赶回公国组织起了队伍 主要是巴内莎尤莉艾诺克兄弟等人 临行前大家准备了一顿丰富的火鸡晚宴 却有一人没胃口 黄毛闷闷不乐不想吃 尤莉还以为她疯了 怎料她竟是要减肥 原来昨晚她在给马诺夫人读童话时 马诺夫人居然说她肚子里有宝宝 她自我怀疑的同时 却不知真的有宝宝要来了 那假圣女被揍跑后 拨扬了一辈子的知语仪 终于刚了起来 手拿一把短剑 就割了男人两米八的舌头 相比公国粉红泡泡的氛围 帝国关于真假圣女的传闻已经满天飞 可不知情的百姓 都没法相信守护帝国多年的约瑟芬那是假的 但这个男人却不一样 她认为公王妃可能才是真实 怎料没说完 就迎来一猛男的暴打 还把她和女儿扔在了雪地 这都是第五语义黄毛的杰作 她绝对不允许约瑟芬那被人背叛 海姨心中有些许不忍 借着透气的理由出了门 看着小女孩呼着喊着叫爸爸 她好像看到了自己小的时候 不由的心中一酸 她温柔的安慰了小女孩 又为人事不省的男人聊了伤 天天有小喽喽要多管闲事 明是背叛了蓝森大人吗 她一步步走近 她好像记得 刚刚冷蓝暴打男人时说了一句话 如果有人敢侮辱圣母军下 就该割掉狂妄的舌头 她觉得这主意不错 一步步将男人逼回屋内 不一会儿杀猪般的惨叫就传了出来 而此时莱蒂莎复仇小队也抵达了帝国 原本一个月的路程 因为卡尔制作的传送卷轴 他们只花三天便到了墓地 前一秒还在沙漠中心 现在就到了帝国首都内 只是副作用有点大 巴内莎晕的皇冬都要吐出来了 别在莱蒂莎大人身边兔 奥文不懂有神力的人走一正寻 可王妃殿下也没比我好哪去 巴内莎很不服气 没想到奥文这家伙是个双标党 估计立马上前关心莱蒂莎 还要去找卡尔完善一下卷证 话还没说完 诺埃尔就随着心灵感应出现 一行人去了卡尔的住处 卡尔虽然因为公主的事不在 但已经找到了解除诅咒的方法 只要杀掉公王狄特里安 您就能得救了 诺埃尔没有一丝犹豫 不管莱蒂莎和狄特里安感情如何 只要能救自己的主人 他什么都可以做 可他没想到莱蒂莎对狄特里安的爱会那么深 深道不能补火 深道重生回来只为就一人 从莱蒂莎房间出来 诺埃尔遇到了巴内莎 目前的语义都只有一位主人 唯独巴内莎有公王和莱蒂莎 他想知道只能选一位 你会怎样选择 巴内莎只觉得莫名其妙 两位主人本是一体还那么相爱 他完全没必要做这种无谓的选择 诺埃尔虽笑他单纯 但也明白莱蒂莎大人的话不会有假 我已经体会过没有狄特里安的世界了 那简直就是地狱 只有他活着 我才能活下去 莱蒂莎的话一遍遍在脑中回响 诺埃尔彻底放弃了杀狄特里安的想法 但莱蒂莎重生的事就瞒不住了 真相的他终于后悔了 原来认了十年的主人是假的 看到真主人回到帝国的报纸 可笑的是他根本没脸去见 毕竟莱蒂莎每一次被打 他都袖手旁观没认出自己的主人 而一旁的假羽翼还不停骂骂咧咧 发誓一定要把那疯丫头再教训一顿 他突然来了灵感 现在其好好表现应该会来得及吧 他好像找到了自己活着的意义 冷不丁地从报纸里抽出一把短剑 黄毛还在嚷嚷着要奥文和莫尔的力 他以最快的速度举起短剑扑了鼓 只有假羽翼死掉 真正的羽翼才会再生 怎样反对黄毛掐住了命脉 他只伤了对方一点皮毛 在战斗型羽翼的强大力量面前 他作为治愈羽翼根本毫无抵抗力 你给我去死吧 他好不甘心 因为父亲被神殿变光了财产 所以对神殿恨到了骨子里 最后气地倒在了病床上 可他偏偏内视觉醒了治愈之力 父亲虽然被救活了 但更恨是被女神的力量治愈 也无法接受成为羽翼的男 他被神殿强行带走的前一天 父亲甚至离开了家 他坐着豪华的马车 从百姓的欢呼声中穿过 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毕竟没有得到唯一亲人的祝福 据说羽翼见到主人会满心欢喜 未如群女 可他只觉得闯不过气 尤其是父亲死讯传来那天 他的人生都泄露了黑暗 每天就是听随约瑟分耐的命令麻木的 不关心任何人和任何事 可那一天神功塌了 他的世界被彻底颠覆 他那时就明白莱蒂莎才是自己主人 难道真的没机会了吗 真想在死前见一见莱蒂莎 就在他快绝望时 这两个家伙破开窗礼貌的爬了紧 原来在莱蒂莎抵达帝国的那天 就和奥文去见了被卡伊救过的男人 死去的人突然出现在面前 还那么凶 男人当场就被吓晕了过去 好在体内的治愈力还很醇厚 那是和女神迪纽特一样的力量 卡伊莱斯果然是莱蒂莎的名义 为了让卡伊主动找到 莱蒂莎放弃了和皇帝面谈的消息 但他此刻有种很多想的预论 所以奥文 请立刻让帝无语出现在我面前 把卡伊带到我身边了 紧接着巴内莎和诺埃尔破窗而入 好久不见了兰森 黄毛还没想起诺埃尔是谁 就被巴内莎按在地上摩擦架烧烤 可还是死鸭子嘴硬乱霸人 他在地上妄想中顺移能力逃走 没想到被诺埃尔一把拽了回来 换来的结果就是被巴内莎加倍的飞踩 像急了一个变态的疯子 卡伊看着都很痛 好在诺埃尔已经习惯了 他手中画手无剑 一把抵住黄毛的脖子 你想怎么死呢 把圣女失去羽翼后彻底慌了 他不能再失去治愈系的卡伊来撕 可儿子竞选他冷静 说不定卡伊也成了叛徒 约瑟芬那根本冷静不了一点 就算失去所有的羽翼 也绝对不能失去有治愈力的卡伊 他趴在儿子身上乌个不停 利希勒却不知道谁给的自信 只要让剩下的三个羽翼守护好见识 别说莱地莎和那些叛徒 就连超脱者公国的龙都将神魂俱灭 不过他的预感倒是没有错 卡伊已经成了莱地莎的第五羽翼 看着诺埃尔拿剑抵着黄毛的脖子 原以为会一箭解决 怎料竟是劝黄毛加入莱地莎逆席联盟 我们主人可比那个冒爬夫人词多了 卡伊都惊呆了 这两个羽翼怎么那么丑 眼看黄毛跪地赔罪认错 但他还没来得及阻止 黄毛就一密屋 八内杀人狠话又多 他和卡伊一样还以为诺埃尔被骗 这怎么可能呢 诺埃尔气得直抓狂 本来还打算耍耍黄毛再折磨折磨 可眼相更重要的是莱地莎大人的任务 那就是马上带卡伊回去 经过刚才的事情 他有点喜欢这个女人了 你又不是战略语音 怎么能那么莽撞和黄毛硬钢呢 走吧 莱地莎大人还等着你吧 卡伊却拒绝了 心中的愧疚让他没脸去面对 刚刚诺埃尔向自己伸出手 他真的很想去抓住 记得诺埃尔刚来神殿那天 那小小的脸上满满的苍白 根本没有语意见到主人该有的喜悦 这反应和他当初一无一样 所以他印象特别深刻 或许诺埃尔也会变得和他一样麻木 可结果却完全不同 诺埃尔此刻的笑是那么的能力 整个人都拥有顽强的生命力 如果他也将莱地莎分为主人 也可以变得一样吧 他不知不觉就伸出了手 但一阵冷风彻底将他煽醒 是啊 真正的主人近在咫尺师姐 他却从未认识 更没有好好的手 他哒啦哒啦说了一大堆 就算你们将我强行带走 我也不会去的 废话那么多 巴内莎直接一掌从后脑勺拍晕 毕竟时间真的不多了 等凯伊醒来后 就和巴内莎打了起来 可看到莱地莎那一瞬 他挣住了 本来想解释自己并非自愿而来 但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激动喜悦在心中汇聚成炙热 种种复杂情绪都化作了泪水 他愧疚又抱歉 平时动不动就动刀子的人 现在竟趴在莱地莎身上撒娇个不停 像极了一只淋了雨的小猫 他将治愈力的窍门告诉了莱地莎 刚才被打趴的巴内莎正好拿来做实验 大家都为莱地莎开心 他却在一旁闷闷不闷 莱地莎一问才知道 原来他刚刚被雨衣们打阴 您能为我治疗一下吗 说这话时还满脸的害羞加脸红 莱地莎都惊呆了 你怎么会这么可爱啊 真像的他彻底猛猛 媳妇竟是从未来而来 难怪最先发现了巴内莎的腿上 难怪会那么笃定他不喜欢他 还总说一些奇怪的话 他向龙索取莱地莎前世的经历 可他没想到 吉利欧德的血脉之力早就绝情了 他会像哥哥那样看到过去与未来 原来那个梦在前世真实发生过 为解除莱地莎的诅咒 他拿着利剑刺向了自己 而这是一切的开始 当第五语一刚归为梅文心几秒 就得知了莱地莎被诅咒短命的事情 只要杀死公王便会解除 但奥文坚决警告 这个方法绝对行不通 不过既然诅咒蕴含黑暗力量 卡依拍着胸脯很有信心能进化 怎料他使出了吃奶的镜有无半点用 使他想得太简单了 约瑟芬娜竟用他人的性命加持了阵法 那股黑暗力量无比强大 他不敢想象 约瑟芬娜究竟牺牲了多少人的命 他想再试一次 没想到又发现了一股奇特的气息 虽然微弱 却有超脱性的波动 莱地莎说那是龙的力量 大概是帮他妻死回生时留下 虽然这算是好事 奥文也劝他要打起精神 但他实在听不进去 因为那股气息很不对劲 明明有着人类的波动 却有着超脱性的力量 与其说是龙的庇佑 更像是还未成人形的胚胎 难道莱地莎大人怀孕了吗 据说公王是龙的后代 他总算明白为什么感受到了龙的力量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可莱地莎大人能承受吗 或许刚开始会开心一阵子 但要是没能找到解除诅咒的方法 他根本无法想象 莱地莎到时会有多痛苦 所以当奥文质问他的发现时 他选择了不说 因为就算他猜测正确 但这种事还是莱地莎亲自公布比较好 奥文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却也明白自己太过心急 毕竟现在只剩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可他更纠结一件事 莱地莎大人为拯救公王重生回来 他究竟要不要告诉公王 虽然莱地莎拜托他保命 但那样真的好吗 他总是想起莱地莎说过的前世 那时的诺埃尔死在了他的手里 尽管这次没有发生 他还是会感到后怕 要是这次他仍旧没认出真正的主人 要是诺埃尔没有极力说服他 也许会再次和爱人互相伤害 他不想莱地莎大人也发生这种事 而且从公王的表现来看 也深深爱着莱地莎大人 当时来帝国前 还不顾重臣祖兰要一起通行 最后还是他给了这块通信室 保证会每天汇报莱地莎的行踪才放团 通过通信室 狄特里安知道了媳妇重生的事 他猜到是龙在推动这一切 却因为受英国法则制约 希格无法说出要做的一切 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 不过狄特里安听出了其中的意思 那就是有困难就找龙 可他没想到自己觉醒了吉利欧德律之之 在见过龙的当晚 他就做了一个梦 陌生喧嚣的帝国宴会厅内 他看见了哥哥尤里欧斯 那幕后黑手终于露面了 只见他在香炉里倒了一点狗尿 便让皇帝陷入了幸福中 连亲生女儿都不认了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公主直到现在都以为 利希勒是受了约瑟芬奈的指使 他本想让利希勒离皇帝远一点 怎料父亲已经完全被控制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企图换掉香炉的事 都被人通过黑色耳坠密切监视着 但是上次父亲亲自为他带上 他不禁有些庆幸没有取下耳坠 听利希勒话里的意思 一旦取下 或许会付出命的代价 眼看父亲一天不如一天 他快疯了 因为今天是接见莱蒂莎的日子 昨天皇帝写信让人进宫面谈 现在却这副鬼迷日眼的样子 他只能一个人去见莱蒂莎了 一脚踹开宫殿大门 没想到莱蒂莎已经在等待 他为自己的师太感到抱歉 怎料莱蒂莎递来了一张纸巾 他傻眼了 只见纸巾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 耳坠对你有影响吗 他不禁红了鼻子 说着感谢的话暗示耳坠的猫腻 莱蒂莎成功接收到了信息 但这张纸该怎么解决呢 他唯一能想到的周全办法就是吃掉 却没想到巴内杀一股活就解决 可他更抱歉了 毕竟他的父皇放了人家鸽子 要是换作约瑟芬那肯定会大做文章 只料莱蒂莎不仅爽快改天约 还邀请他带入参观首都 可偏偏是大雪纷飞的鬼天气 好在莱蒂莎很开心 他们一起吃了冰棍 吃了暖活的锅子 最后来逛了珠宝店 可下一秒 他彻底傻眼了 莱蒂莎竟然买了一对黑色耳坠 就和他耳朵上的一模一样 他从没想过耳坠的事能解决 就算是莱蒂莎也不会轻易做到 直到听到一个消息 他心情立马舒畅起来 莱蒂莎告诉他又得到一位治愈医 正是约瑟芬那的第四语医 而且治愈力相当紧远 无论是什么程度的普通伤口 都能在瞬间被治愈 就算是砍断四肢也没有问题 怪不得约瑟芬那最近那么暴躁 公主总算出了一口气 收下莱蒂莎送的耳坠 几人就暂时到了别 可莱蒂莎刚刚的话还会想在耳边 我已经可以熟练掌控治愈之力 所以有信心能完美治愈普通伤势 这话的意思很清楚 是要他割下带有耳坠的耳朵 光是想想都好痛 但至少找到了方法不是吗 他就像一条沙滩的鱼遇到了谁 如果莱蒂莎没结婚 他恨不得马上让出皇太子位 让俩人当场结婚 不过结了婚也没关系 做亲家也很不错 他在马车上笑得开心 还吐槽了莱蒂莎待在身边的骑士 不仅愚钝还木讷 怎料刚回宫 利希勒便找上了门 你应该很喜欢他送的耳坠吧 个人都不敢相信 被母亲鞭打18年都不敢吭声的人 现在竟威胁皇帝要回掉皇宫 皇帝气得直哆嗦 他却笑得温柔 这场全帝国瞩目的真圣女欢迎会 瞬间演变成了你死我亡的修罗场 原来在莱蒂莎和公主分别后 脸色变得开始苍白了起来 本以为是诅咒的关系 怎料今是有了宝宝 当卡依说出这个消息 最后上党的医生差点惊掉了眼球 一边为莱蒂莎检查 一边默默祈祷 她可不想和治愈一场反调 好在结果皆大欢喜 莱蒂莎确实怀孕了 可短暂的喜悦后是残忍的事实 要是身上的诅咒会伤害孩子怎么办 她被恐惧支配着 根本没有心情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但可笑的是 最后是总让她流泪的母亲 帮她止住了泪水 恶毒母亲登报声明 要亲自出面劝导被恶龙迷惑的女儿 这是约瑟芬那几天来第一次现身 她瞬间来了精神 毕竟现在有了必须要守护的东西 她很清楚 软弱只会让仇人更加猖狂 之前皇帝在信里提到 要专门为她举办首次亮相大火 炫烂的烟火照亮了整片黑夜 她带着奥文八内沙帅气入场 怎料刚进门气氛就不对 人们窃窃私隐 都不相信杀人魔会被女神选中 可对上奥文杀气的眼神 又都回避不敢看上眼 这是奥文的杰作 带着杀气的眼神 凡人必定承受不住 没想到八内沙也跟着来得近 要把那人用火烤成灰 两个羽翼难得意见同意 一个要放火 一个要煽风 莱蒂莎无奈极了 这种对话确定不会影响太教了 好在众人都毕不错 曾伟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他只需一个契机被众人认同 而这个契机很快到来 皇帝出现的圣经 贵族们都逼迫心里 唯独莱蒂莎用双眼与他对视 他不爽极了 原来你就是约瑟芬奈的女儿莱蒂莎 你应该很少有机会参加这种活动吧 希望你玩得开心 不管是语气还是言外之音 莱蒂莎都感受到了浓浓的火热味 更别说对圣女该有的尊敬 虽然早料到这是一场圈套 但还是有点失落 人们又大胆议论了起 夸赞皇帝英明 讽刺她是个冒牌活 这无疑是想践踏莱蒂莎的权威 而能想到这种幼稚夸招的人 除了约瑟芬奈还有谁 莱蒂莎大脑飞速运转着 皇帝和约瑟芬奈的关系一直猛 表面上看着增进 心里不知道有多厌力 可如今尽帮着约瑟芬奈对她发脉 想起公主耳坠里的黑暗力量 她已经猜到了大概 思考了几秒让皇帝彻底失去耐心 公王妃 你不打算不正的话 但她回话前想弄轻一个问题 陛下 你的皇位需要什么呢 除了领土 还要有百姓的支持和皇宫吧 她踩着高跟鞋一步步上前 你觉得我毁掉这些东西 需要多长时间吗 身份暴露的恶毒母亲又破坊了 这场全帝国瞩目的圣女欢迎会 她本想扮演慈母的人设搞事 怎料女儿一句话让她绷不住了 卡伊莱斯已经宣誓忠诚 但对象却是她最厌恶的女儿 不过任务已经完成 莱蒂莎满意的离开 她本想和平得到皇室的支持 怎料皇帝早就被控制 当着众贵族的面 静大骂要给她点颜色 完全没有一点帝王该有的气质 公主阎芒相劝 她听了真无语 像她宣誓的卡尔皇子 难道也是假的吗 没错 她也是个假活 皇帝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地位 只听咔嚓一声 地面开始晃动起来 莱蒂莎发动了大帝之力 既然道理讲不通 她就用实力证明自己 亏她刚才还觉得奥文巴内沙 打打沙沙的不利于胎教 大帝精灵从她身后拔地而起 来吧 您亲自来感受一下 我的力量是真是假吗 皇帝瞬间被树枝牢牢控制 还有心情阻止别人管公主的死 殿下您生病了 莱蒂莎一步步走上前 却被一群不自量力的骑士拔剑相对 可惜连看都没看清楚 就全部被卷上半空 各种千奇百败的姿势 风还大的睁不开眼睛 可奥文只不过才稍稍抬了抬手 有她帮忙看守奥文 莱蒂莎终于能放心搞事 但她并不是要打皇帝的皮 而是让皇帝回归正常 看着皇帝激动的样子 苍白的脸子 还有那双缩小的红红 她大概猜出是因为药物的人 是我母亲用药物控制了您吗 这话一出 刚刚还嚣张的皇帝顿时恐慌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她清楚绝不能让这个女人碰到自己 心里想着赶紧逃 不过莱蒂莎已经伸出了手 怎料就在触碰到的一瞬间 大伙子的树枝竟突然被打电 她还没弄清楚是谁干的 宴会厅内又出现成堆堆的魔物 她房部四周果然如开想 拥有操控魔物之力的风出现 而磕的出现 也代表着约瑟芬那将要登场 天啊 莱蒂莎 陛下把你当贵宾 你究竟是在做什么呀 又是像以前一样假惺惺的善良人士 但莱蒂莎前脚刚走 约瑟芬呢就演不下去 再三项昆确认莱蒂莎有没有触碰到皇帝 昆很有信心 莱蒂莎只不过碰了皇帝一下 别说净化身体了 就连头发森儿都净化不了 听着风之精灵传来两人的对话 莱蒂莎笑了 这次恐怕不会如母亲所愿 虽然她只是倾听点水般碰了一下皇帝 但那一丝净化之力已经不够 她会在皇帝体内缓慢生长 走 去又没完全死 虽然被母亲吓了半年就会死的诅咒 但她幸好有了孩子 一想到来年春天便能感受到胎动 莱蒂莎不自觉期待了起来 可她真能守护好孩子吗 要是诅咒不能解除怎么办 恐惧无力瞬间涌上心头 她太害怕了 或许是运气激素作祟 一直憋在心里的情绪都迸发了 她就像风中摇曳的芦苇 面对强中什么都做不了 她需要力量 需要迪特里安的陪伴 她眼泪滴答滴答 滴进了卡依的心里 羽翼的情绪会随着主人变化变幻 她此刻混乱极了 但也清楚必须把迪特里安带到这里 没想到刚出门 诺埃尔几人就冲了过来 莱蒂莎现在很痛苦 他们也感受到了 你究竟在隐瞒什么 可怀孕的好消息 卡依却不能说 因为她答应过莱蒂莎暂时保密 而且不在莱蒂莎身边的羽翼 都能感受到痛苦 说明把迪特里安带来的事不能再等 怎料他刚提出这个想法 几人又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原来迪特里安三天前就已抵达帝国首都 用的便是奥文给的三张卷轴 但不是来找莱蒂莎 而是去见素未谋面的卡尔皇子 今天皇宫圣女欢迎会还没结束 迪特里安便坐马车 来到一处闹鬼的巷子 要不是发了一麻袋惊 恐怕这位车夫也不敢来这里 自从见过龙的那一晚后 他就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帝国宴会听是一切的开始 也是哥哥由里欧斯第一次去守敌 还在宴会当晚做了第一个预言梦 可圣女怎么敢杀一国的皇子呢 哥哥明显不相信 直到圣女让迪特里安前往帝国的梦成为现实 哥哥才明白过来 并代替他前往了帝国 还见到了小时候的莱蒂莎 迪特里安还看到了哥哥怎样死 也看到了莱蒂莎因此精神受损 无论时间场景如何变换 莱蒂莎都从未幸福过 没有人把他当成人来对待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就连嫁给他之后 都每天遭到公国人的托骂 迪特里安本以为自己死了就能救莱蒂莎 但他的死并没有改变什么 三年后莱蒂莎死了 死在一个连老鼠都不住的小黑屋里 而生命的最后一刻 心心念念的竟然是他迪特里安 吉利欧德向他展示的过去 他很震惊却没有时间难过 因为他还看到了未来 并且指明了他该怎么做 好在莱蒂莎已获得新生 他打开废弃的大门 里面却金帝辉煌 这是卡尔的幻影魔法 但他忙着找解除诅咒的方法 如果不是奥文 他恐怕不会来见周王 他不耐反起不礼貌的样子 迪特里安也能理解 毕竟只要杀了他诅咒就能解除 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解释 皇子殿下 为了我的妻子莱蒂莎 还请你立刻前往皇国 去拯救第六语义 死的前一秒 他终于得知了全部真相 原来约瑟芬奈的圣女身份 一直都是假的 而操控这一切的人 却是约瑟芬奈的儿子 当公主从昏迷中醒来 就发现皇帝的气色红润了些许 父亲终于摆脱了药物的控制 莱蒂莎的治愈力果然厉害 他开心结了 主妇医生照看好皇帝 便迫不及待要去找莱蒂莎个耳朵 拿掉丽希勒装在他耳朵的监控 怎料刚出门遇到了约瑟芬奈的羽衣 他好像昨天在宴会见到过 这家伙在皇帝卧室门前想干嘛 他浑身突赶一阵站立 想回头叫人 可走廊上安静的可怕 他强装镇定女之周旋 但并没有出院 他口鼻被死死捂住 浑身无力的瘫软了下去 等他再次醒来 眼前的人已换成了莱蒂莎 不管他怎么骂 这家伙都笑得甚人 他本来打算一忍到胜利那天 可现在已无需再忍 因为他已经没有明天了 你是想杀了我吗 他开门见山直奔走 没想到莱蒂莎丝毫没有掩饰 请他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他的命 然而更没想到的是 昏明明是约瑟芬奈的命 现在竟称莉希勒为主人 甚至一口一个约瑟芬奈的教授 外面的骑士都已被侵退 难道这家伙没有誓约之痛吗 看见眼前俩人交谈的样子 公主终于明白了过来 莉希勒就是弟弟所说的幕后揮手 一直帮约瑟芬奈杀人 帮约瑟芬奈从神宫逃走 在这样的人面前 他深知自己今天没有生还的结果 那不如多打开一点消息 就算死了 卡尔也会有办法发现 他转头要问得清楚 难道你想杀了我和地下 做帝国的主人吗 但他只说对了一半都不要 莉希勒都笑了 因为做帝国的主人只是结果 却不是真正的目的 帝国建立之初 便有九大鱼医生 象征他们灵魂的左大戒石 也一直守护着这片土地 而戒石又由皇室保管 他说着就摸向了皇宫里这块戒石 虽然失去了光芒 但公主相信总有恢复的一天 他还在想着怎样守住 就听一声咔嚓 戒石被莉希勒一掌打成了渣渣 他震惊又不急 莉希勒却很想说他这样子 轻轻抬了抬手 其他失去光芒的四块戒石 都瞬间出现在头里上空 可下一秒就烟消云散了 他还幻想着莉地沙能将其恢复 真抱歉打碎了你的美貌 莉希勒突然靠近 还送上一个更激人的消息 那些戒石早就永久失去了光芒 因为九大鱼医已经有五位的英国消失 再也没有重生的卡 而莉地沙也根本不可能恢复 如果不是西哥王者捣乱 第六羽翼也该完全消失 不过没关系 只要他杀下去 羽翼们总有一天被杀光 而公主就是杀戮的开始 莉希勒掐住他的脖子 要把他献柄英国法 让约瑟芬带有发动诅咒的能力 来吧 我们一起把莉地沙的诅咒提起来 公主终于明白了一切 难怪卡尔发现了约瑟芬带的真面子 还一直承受誓约之徒 李伊朗和莉地沙一样 被他们用杀戮偷走了永远 要是莉地杀死 好不容易当回的命运用会被破坏 他挣扎着树梁 不要磅礴王妃 但一切都只是徒劳 莉希勒虽然有点生气 可他也彻底失去了生机 他的躯体被扔在冰冷的床宫广场上 抛尸的人却是一位红发骑士